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释迦摩尼佛的因地是一个大国王 但是这个国王不是他所追求的国报 是他就六度自然召感的国报 其他内心的世界是一个内凡加行位的菩萨 就释迦型的菩萨 那么释迦型的菩萨他的内心跟我们凡夫的心不一样 他是 我不爱生命但习无上道 他把道法的追求 是把它放在生命之上 那么从大圣的家行为来说 他追求的前法都已经几乎是圆满 三圣的教法要圆满 他才有办法进入四家行 因为他要突破 所有的前法的修学 要入见到位 入清静心的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学华华剑 没有学道路可以走 因为他最后的要 把他所修学的这个法相 要舍离 要会前入食 他只能够去跟善知识学习 我有为妙法世间所稀有 因为中道的实相 不是可以你自己可以无私自通的 不可能的 你有办法想出中道实相 那你就佛陀的 你就是佛陀的知见了 所以大乘佛法的特别就是 他不像生闻法 你可以远离人群 你可以躲在山上 你要根气够 你悟性高 你都不需要老师 你就看到世纪的变化 你就知道生命是不能掌控的 不能主宰的 你就能够正得我空入片空涅槃 你不需要老师的 但是大乘佛法 你一定要有个老师教你 因为这个中道实相是不思义气 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出来 一念心性 它是几攻几脚几中的 你不可能想出来 一定要有师父的 用文字来教导你 好 我们看新三的 宋 受法奉行 好 看经文 石王闻先言 心生大喜悦 即便随先人 共济于所需 彩心及国罗 随时恭敬于 请存妙法部 身心无谢眷 那么这个 世间摩尼佛的 印第这个国王 听到先人说 我有唯妙法 世间所需有 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呢 心生大喜悦 这个人就是 他的大胜善根成熟了 这个人 从这种征兆 这个人得度因而成熟 所以呢 就舍弃的王位 随这个先人 到山中去修学 这当中呢 他要实践他的诺言 共济于生活上的所需 比方说 上山去持这个心材 或者去采这个果罗 这个果啊 是长在树上的 木本的果实 这个罗呢 是地上的草本 草本植物的果实 那么采这个果实干什么呢 来恭敬供养 他的师父 为什么呢 秦尊妙法固 为了要追求妙法的缘故 而身心精进 没有懈怠 这个是说明 他的求法精进 无有懈怠 我们看新世的总结 宋 节政 欠信 释迦牟尼佛讲 这段的目的是什么呢 看经文 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件事情 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 那么他为什么在讲完法华经的时候 特别把他刺激这段求法的意言讲出来呢 因为他要强调一件事就是 就是这个大国王为了一切终身的缘故 而勤求于大乘的妙法 他不畏自身的安闻 及世间的快乐 所以他即便做一个大国王呢 精进的修学佛法 最终 终于会前入食 成就佛道 那么讲这段的音言就是怎么样 隐正 就是 诸位 所有的法门都必须要合乎两个条件 第一个可修性 第二个可正性 就是盗灭这两个原则 佛教跟哲理 跟一般的哲学道理是不一样 哲理他可能讲出一个观念 但是这怎么修 是不是可修性可正式 那不一定 那么 释迦佛丽佛以他自己成长过程当中 他一路走过来 他从内凡家行为 而到剑道位 就是靠法华间的引导 所以经顾魏儒说 我当初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从一种六度的功德像 而进入到理想的清静心 来自于菩提宴 最后成佛了 所以佛多又引用他自己的成长过程 来引证一佛证的因果 我们看几二的协会古经 把这个古经的这个因言 把它做一个说明 看经文 那么这一下就佛多就讲出这段因言的一个过去的情况 说当时的国王就是我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我当时是一个内凡家行为的菩萨 而当时教授妙法的先人是谁呢 就是提伯达多的前身 所以到此为止 提伯达多扮演什么角色 扮演善之士 启蒙师父 那么这是他跟提伯达多的一段因言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他误后以后 到了见到位以后 称性起修 那么提伯达多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看第二段的 跟二名 师弟公满 师父 就是提伯达多 弟子是释迦摩尼佛 那么彼此因为这样的一种 教授 学习的因言 双方都功德圆满 这地方有两段 先看悉尼的名弟子 言音爆满 弟子就是释迦摩尼佛 因为学法华金 会前入食 而功德圆满 看经文 由提伯达多善知识部 令我具足六波罗蜜 慈悲喜舍 三十二相 八十钟毫 子磨金色 实力 似无所谓 似设法 十八不共 神通道立 成等正觉 广度众生 皆因提伯达多善知事故 那么这段经文有两段 一个是因地的圆满 就讲果地圆满 他的因地呢 由提伯达多善知事故 令我具足六波罗蜜 慈悲喜舍 写法华金以后 如果你是 当然我们现在叫做 言教明侍卫了 我们叫做 跟法华金结言 就是透过文庆达理 段银声信 我们成就 法华金的 成佛的正因 但是如果你是家行为的 写法华金就不一样 他直接进入剑道位 就成就 诸佛的法身了 就剥雷道已经完成了 那么 乌后起修的进入方便道了 方便道呢 这个时候 善知事就很重要 方便道 他就是怎么样 历史练习了 他这个时候 清静心 开始转成菩提院 我们说过 剥雷道 的特色是什么 清静心 虽然我们清静心 跟菩提院两个都修了 但是从繁复到剥雷道 重点在清静心 在理想 那么从剥雷道以后 进入方便道以后 他的核心思想 不是清静心 在菩提院 开始广度众生 那么 他的核心的就是 六度的修学 六度修学呢 奥威大师提出三点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 这个六度的修学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对峙 菩萨修六度 他不完全是力大 他是透过六度的法 来调伏自己的烦恼 比方说 布施 对治迁滩 持戒 对治我们的恶行 忍辱对治称慧 精静对治懈怠 禅定对治散乱 智慧对治疑词 他是透过修六度 来调伏自己的六种烦恼 就叫对治 因为他每一个在修的时候 他都有内观的智慧 有这个理观的智慧 第二个 相生 六度其实不是 当然他有他个别的内容 布施就不是慈戒 慈戒不是忍辱 他有他自己的体性 但是他彼此之间 可以相生相成 就是前前障隐身后后 后后慈敬前前 你布施修得好 有助于你慈戒 你慈戒持的清静 有助于忍辱等等 他前前可以隐身后后 那么后后慈敬前前 就是你如果是慈戒清静 会让你的布施更加的清静严满 如果你忍辱修得好 对你慈戒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力 他互相的相生 相成 这个六度之间的关系 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 偶尔大师讲到果报 虽然菩萨修六度 他的重点在 戒世修行 自我调伏 但是他自然的会形成 因缘的果报 比方说布施成就大富饶财 慈戒成就诸根济足 忍辱成就容赦端正 精进成就大威得利 禅定成就寿命安康 禅定的人他寿命长 身体也健康 智慧成就变才无碍 他自然遭感的果报 那么这段经文 当然后面主要是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那就是成就硬化圣 他从法生的历练 开始发愿 然后呢 成就硬化圣的功德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乃至于成等认觉广度众生 那么这一段经文就很重要 皆因提伯达多 善知事故 当然不能够说完全因为 善知事提伯达多很重要因素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 出地菩萨 他已经没有自然而起的魔镜了 出地哪有魔镜呢 他没有烦恼 他也没有死亡的问题 他也没有五应的果报的干扰 身心世界的躁动的干扰 天魔连碰都不敢碰他了 他真的是出地菩萨 你这个天魔是异界天 你怎么敢去干扰这个大菩萨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更需要是怎么样 法身菩萨的父相的支柱 但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 在维世学上说 你要扮演一个逆言的善知事 你要八地以上 你低阶的不可以扮演逆向的善知事 有一个禅宗开门的主持 他的弟子问他说 师父你修学到什么阶位 这个禅宗主持说 我现在的休息 我可以入佛 但是不得入魔 就是说 我可以视线正常的佛像 就是清清的功德 我可以视线 但是我没办法在正常情况 像视线飞道那种不正常的沙道一望向状 来显现我的菩萨道 这个超过大的范围 因为你要修道 染尽不恶 那不是一般的菩萨 要八地以上 所以这个逆言的善知事 我一定要是会说明的 这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说 你今天你跟他是同谈道友 你两个都成就出地了 那彼此要互相帮助 有时候我做你的同谈道友 鼓励你 你鼓励我 那就叫顺言的善知事 但是你要为你的同谈道友 扮演逆言的善知事 对不起 你要八地以上 八地以上 这个逆言是不容易的 后面会说明 那么这个提伯达多 一方面做释迦摩尼佛的启蒙师傅 一方面在他开始误入法身 从公主甲以后的进驻发辩道 他要扮演他的逆言善知事 所以对他对释迦摩尼佛 其实帮助很大的 所以他感谢 因为提伯达多的缘故 使令我快速的成就六波罗蜜 慈悲喜使 乃至于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种种的功德 他这一次赞叹提伯达多 对他的帮助 好 我们看心恶的民 法师妙国当成 前面是指弟子 就是释迦摩尼佛 在提伯达多的启蒙 跟历练之下成佛 这也将说明提伯达多 未来成就的应生佛 看经文第一段 那么法师妙国当成 这个法师就是提伯达多了 教授是 释迦摩尼佛 告读师众弟子 提伯达多在以后的 经过无量节的时间之后 当得成佛 当然是成的应生佛 因为八地菩萨 他一定是可以成就应生佛 好业天王如来 因为他因地的时候 叫做天热 所以果地转成天王 这个王就自在了 应共正偏师乃至于佛四尊 这个十种德号 那么他的国土的名称叫什么 叫天道 天啊 其实这个天不是指诸天 这个天指的是地义地空 就是自信清净心 那么他因地叫做天热 天寿 所以他果报呢 叫天道 王一大师说 因为他的因地呢 他是 习你以非道通达佛道 所以叫天道 习你以非道 他的所行所为 其实都是恶法 但是他通过这个恶法 而成佛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逆言善事 这个是八地以上的境界 这个我们不能随便学习的 好 这个地方是说明 他的应声的受计成佛 看第二段 他的佛式的教化 使天王佛注视二世终结 广为众生缩于妙法 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国 无量众生发圆绝心 恒河沙众生发无上道心 得无生人至不退转 那么这一下说明 这个天王如来 他在他的国土当中的 教化的情况 天王佛呢 他的说明多久呢 二世终结 那么在他二世终结当中呢 广泛的先说 三寸的妙法 那么他度化呢 度化谁呢 度化身文众 成就阿罗汉 度化言解众 发言解心 度化菩萨众 发无上不提心 乃至于 说法华金 会其入识 成就无生法忍 至不退转 这个是他的 三寸的教话 跟一佛寸的教话 都有先说的 好我们看第三段的 佛灭法运 看经文 使天王佛 活涅盘后 正法注释 二世终结 全身舍利 洗七宝塔 高六十有群 纵广四十有群 诸天人民 洗以杂花 墨香 烧香 无香 衣服 阴落 床帆 宝盖 戒月歌颂 礼拜供养 七宝庙塔 无量众生 得阿罗汉国 无量众生 勿辟之佛 不可思议众生 发菩提心 致不退转 那么天王佛 在二世终结的时间 过去以后 就入列盘了 入列盘以后 他的正法注释 也是二世终结 那么 他入列盘以后 是怎么回事呢 全身舍利 起七宝塔 所以他也是 没有经过三面佛 去烧身体 他是保持全身舍利 弟子们就用七宝塔 把他全身舍利供起来 高六十有群 众广四十有群 那么供完以后 诸听人民 就用各种香花莫香 烧香涂香 衣服阴落 床帆盖等 深夜供养 各种供养 乃至于口夜的赞叹 祭夜歌颂的赞叹 对着这个宝塔赞叹 或者是一夜的礼拜 恭敬七宝庙塔 叫深口意的供养 那么在天皇族来灭渡以后 他的弟子们到了向皇梦法时代 有无量众生得阿罗汉国 跟无量众生物 必知佛国 乃至于不可思议众生 把菩提心 成就大战的不退断 这个是佛陀为提佛达多 受未来臣佛之计 提佛达多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众神 当然他的基门 他的本门 是八地以上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接会 我一道是也没有说 经文也没有说 只是说他不可思议 至少八地以上 才能够视线逆眼 那么我们可以谈谈他的基门 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世的时候 他是怎么扮演一个逆向的阴眼 提佛他都是跟释迦牟尼佛出家的 他等于是释迦牟尼佛成到八年以后 回到他的母国 后来八王子出家的其中一个 跟佛陀当时出家的 出了家以后 提佛达都非常聪明 他能够背诵八万法杖 而且他又修学四禅地 既有八万法杖又有禅地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就拉拢了五百个笔丘 跟他写行 那么他的弟子多了以后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释迦牟尼我已经老了 这个叫做旧佛 我是新佛 我要创建新的三宝 这是怎么样 破和和生 破生 我们知道一个僧团不能两尊佛 他自己自称为 他是新佛 佛陀是旧佛 那么破和和生 这是第一个逆罪 他犯了三个逆罪 这是第一个破和和生 破和和生以后 我都派瑟利伯尊者 跟穆迦连尊者去调伏他 这两个尊者用神通力 飞到他们群居的地方以后 穆迦连尊者用神通力 使令这个提伯达都进入昏碎状态 就昏碎过去了 就舍利伯就到五百地址的地方 跟他们说法 开导他们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有过失的 就把这个五百地址给欠回来 欠回三团 那么提伯达都醒过来以后 看到他的戒属跑了 就心怀应恨 心怀应恨怎么办呢 他就想好四加摩尼佛 脱坡的这个路段 当四加摩尼佛 军过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山上的大石头 推下去 那个石头很大 那么佛陀旁边的护法神 就用金刚组把那个石头给打碎 但其中有一个小石头 打到四加摩尼佛的脚趾头 第二个利罪 出佛神学 出佛神学以后 他继续的跟佛陀抗拒 其中有一个比丘尼叫做莲花色比丘尼 他是整个比丘尼里面第一个震得阿罗汉国人 他就劝劝提伯达多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结果提伯达多呢 就用拳头把莲花色比丘尼活活打死 第三个利罪 杀阿罗汉 所以提伯达多的四线 三种利罪 破合合身 出佛神学 杀阿罗汉 那么犯了三种利罪以后 在接力上说 他临终的时候 第一向线 无间第一的果报线权 你犯一个利罪 就是要入无间地狱了 何况三个利罪 那提伯达多这个时候内心恐慌啊 他本来要成拿摩佛 忏悔 结果念到拿摩两个字的时候 因为罪太重了 佛还没有来得及练 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去了 三劫的时间 三劫 然后罪必出来 成就批施佛果 然后入猎派 这个是鸡门 鸡门 那么偶尔大师对这一段鸡门 他的解释是说 他说提伯达多 他这种视线叫做什么 非利而利 其利不可思议 他的内心没有这种烦恼 但是他视线这个利啊 一个人心中没有利罪 对于能够视线利罪 这个内心的功德是八地以上的 不可思议 举一个例子 提伯达多做出地狱以后啊 释迦摩尼佛就派阿兰尊者 去跟他问候 他说你去跟你的亲哥哥问候一下 阿兰尊者就仰仗佛陀神 道理就说到无间地狱去了 看到提伯达多在油锅里面煮 所以我代表佛陀来向你问候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提伯达多不可思议 他说我现在在油锅当中啊 我的感受啊 就像山产的快乐一样 山产快乐是有为快乐 最为快乐了 所以我为大师说啊 提伯达多是非利而利 其利不可思议 那有人就问我为大师说 那他干嘛要视线逆罪呢 他好好的视线正常不是很好吗 他说啊 他要警告候逝人 使令大家不敢造罪 就是说 如果大家就视线向善 我们不知道造罪的过失 所以提伯达多四线三种逆罪 然后呢 临终视线多度 无间地狱 那么这样子 我为大师说 使令候逝重什么 不敢造 就是非利而利 其利不可思议 就是我为大师说 这是什么境界啊 我为大师说 这是游戏神通 普门视线的境界 他举例子 比方说 加罗陀仪 央杰摩罗等等 都是属于这种 游戏神通 普门视线 就是一个僧团里面 必须要有顺的 逆的 那么使令佛陀的界法 才圆满 好 这个段讲到 提伯达多的四级 他的基门 我们看几章的 欠信深善 那么佛陀讲完 这个提伯达多的 一言以后 佛陀做一个总结 看经文 佛告诉比丘 未来世宗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为妙法画经 提伯达多品 静心信静 不生疑惑者 不惰地狱 恶鬼畜生 生十方佛前 所生之处 常闻此经 若生仁天宗 受圣妙乐 若在佛前 莲花化生 那么佛陀讲完自己跟提伯达多这段音言以后 佛陀就做总结 他说 佛告诉比丘 在佛陀灭渡以后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听到法华经的提伯达多品 听完以后 内心清静 而且产生恭敬心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疑惑 那么这个人 他来生 绝对不夺杀恶道 而且一定能够生在十方诸佛面前 生生世世所生之处 都能够听到妙法莲花经 那么他的果报 如果是在仁天 就享受树寿的快乐 如果生在佛前 就是莲花化生 那么这段经文 偶尔大师解释说 为什么听到提伯达多品 不生疑惑 有这么促身的功德 不夺恶道 而生在佛前呢 偶尔大师说 你听完迪伯达多所造的逆罪以后 他又能够蒙释迦牟尼佛亲自受祭 然后你又完全相信这件事情 表示你这个人 不以善恶之机 忘生分别 所以你这个人 对于这种 善恶的相状的直取 已经是慢慢慢慢淡薄 那表示什么意思 一个人对善恶的相状不生直取 那表示你内观的智慧挣扎 你内心对于一心真如的心 内观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所以偶尔大师说 钟以扣鸣刀以磨力 金以锐鸣金 梅以涵响响 就是说 一个钟要去扣才有声音的 刀要磨才力 黄金要经过提炼才能够精纯 这个梅花要经过寒冷才能够产生香气 所以偶尔大师结论 但起其意 不计其亏 这重点 我们一般人 因为理官薄弱 所以我们怎么样 害怕恶因言 我们喜欢善因言 我们说 希望能够好的 善之士帮助我越来越多 贵人越来越多 这个恶因言越少越好 他说你这样是错了 你今天会对善恶的相传产生执着 表示你的理官是薄弱的 他说 重点是他对你有帮助 重点 而不是说他到底是对不对 比方说 偶尔大师讲一个批语说 乳子食乳不计母丑 这个母亲 对小婴孩 他可以给他母乳滋养他 这个小孩子 不会去记得这个母亲长得丑不丑 重点是怎么样 重点是这个母亲可以滋养你 就是说 顺言也好 逆言也好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结果 结果他帮助你了 就是所谓的 但起其意 不计其会 那么你能够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 你这个人的 关照力到一定水平 一个人关照力强的时候 你的业力也调伏了 虽然有业力 也是可以代业 代业往上到人天 代业往上到佛前 所以偶尔大师说 你对于这一品提波达多 视线这么多的逆罪 他还能够蒙受佛陀的授记 表示你这个人看事情 以及不是从有向的一眼在看 你是从一念心心的角度来看事情 恭喜你了 你这个人眼灵伤恶道 身在佛前 这个地方是总结 我们看物恶的 明金日文书通经 龙女作佛 前面一段 是释迦牟尼佛讲自己的成长修学过程 这一下提出另外一段一眼 文书菩萨在龙宫里面说法华经 使令龙女转身作佛 这另外一段公案 这地方有两段 看几亿的明文书通经 文书通经有五段 看歌一的至迹请退 看经文 与时下方多宝世尊所冲菩萨 明月至迹 白多宝佛当还本土 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完 提波达多跟他的一段一眼以后 那么从下方世界来的多宝佛的 仕者 因为多宝佛他是怎么样 从下方嘛 从地涌出嘛 住在空中 那么其实多宝佛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人来 他带了一个仕者 这个仕者叫什么呢 叫至迹菩萨 他呢 至迹菩萨就白告多宝佛说 当还本土 他说我们来这个 说博世界的目的是要证明一佛正的因果嘛 那么现在任务达成了 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我一大师说呢 这个至迹菩萨是谁呢 就是多宝佛他灭渡以后 他全身舍利 那么弟子盖完宝塔以后 这个至迹菩萨呢 就是侍奉供养宝塔的人 他也是以神通宴利 他随从多宝佛塔处处听听 所以这个也是法僧菩萨 他得是照顾这个宝塔 平常他要是不出去的时候 就照顾这个宝塔的 好 我们看更恶的世尊子之 世尊呢 希望他能够再停留一下 看经文 那么至迹菩萨呢 就提醒多宝佛说 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这个释迹菩萨我就讲话了 就告诉至迹菩萨说 善男子且但虚 请你再多待一会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持有菩萨名文殊势力 可以相见来论说 一佛证的妙华 然后才回去 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偶尉大师说 世尽菩萨内心的是怎么想 他说 多宝佛塔的出现 是为了证明 法化尽的功德 那么已经成就的机门流通 死是已经成办了 那么释迹菩萨尼佛请留呢 是希望他能够做本门的发起 就是后面的开启弦本的发起 不但是机门流通而已 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做 开启弦本的发起 所以释迹菩萨尼佛把它留住 我们看庚山的文书行来 看经文 二十文书势力 做千叶莲花 大如车轮 聚来菩萨 亦做火莲花 从于大海 塑迹罗龙宫自然涌出 住虚空中 一灵旧山 从莲花下 置于佛所 头面敬离 二世尊主 修敬以利 王至极所 共相慰问 却做一面 那么释迹菩萨 我把自祭菩萨多宝佛留下以后 当下文书菩萨就做千叶宝莲 这个千叶宝莲有多大 大如车轮 这个大如车轮是起其像 不起其用 就是像状是圆满广大的 那么随同来的菩萨 也是做宝莲花 他不是一个人来 文书菩萨 是从大海 缩绝罗公 缩绝罗就是沿水海 然后 自然涌出 住虚空中 从这个 生死夜海当中 从海涌出 住在空中 到了灵旧山之上 然后 当然看到佛陀 当然从莲花里面下来 然后同面 顶礼佛陀 顶礼两位佛陀 释迦佛跟多宝佛 那么修完恭敬以后 就往自祭菩萨的地方 就彼此互相慰问 然后在一旁坐下 这段地方有一个情况 我们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 前面多宝佛塔 来到释迦摩尼佛 前面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要开塔 开塔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你要把 死方的应生佛 都把它召集回来 那么要召集应生佛 怎么样呢 要三变国土 所以当时 其实把一些 有肉的高山 大海都已经给 空掉了 空掉以后 这个时候怎么还有 缩绝罗公 从大海涌出呢 我一大时就解释了 他说 当时的三变国土 叫做 但是变见 非未改体 但是变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同一个时空 有些人见到是亲近 有些人见到是不亲近 有些人见到多宝佛 有些人是什么都没看到 就是个人的 见到的音言是不一样的 而不是改变这个果报体 诸位你想吧 这个果报体是众生的共业 佛陀不可能改变 因言果报 佛陀是不能去干 因言果报的 这个是断灭的思想 那么也就是说 因言的各自差别 就是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空间 有些人看到 佛陀把国土变清洁了 但是同样的地方 有些人看到的 国土污秘依旧 而这两个亲近国土 跟污秘国土 同时处在一个空间 而各自看到不同 我会倒是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唯谋结晶 唯谋结晶当中 有弟子问那个释迦牟尼佛说 那么十方国土都是亲近的 你讨论家怎么是污秘的国土呢 释迦牟尼佛用阻止暗地 这个时候大众自建 做到亲近的宝莲花 但是呢 其他的不是唯谋结晶的 大众看到朔博世界 还是土会如故 就是怎么样呢 各自的阴眼 见到自己的国土 就是所谓的 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 见到不同 那这就是所谓的阴眼的差别 好 我们看庚氏的 至极请问 看经文 至极菩萨 问文殊失利 人往龙宫 所化众生 其数几何 那么文殊菩萨来到 这个佛权的时候 他向两种火点礼 跑到跟自己菩萨问候的时候 自己菩萨就问文殊失利菩萨说 你老人叫龙宫去 那么叫化众生 其数几何 龙宫啊 在佛权里面是很特别的地方 从万象的果报来说 是卑贱果报 是个畜生道 但是从内心来说 龙宫里面的龙 龙建署 有很多是佛弟子 是什么人 逗入龙宫呢 趁即戒缓 这个人喜欢研究智慧 但是戒恨有亏损 那么就到入龙宫去了 所以他有神通 福报也很大 但是呢 他的果报悲劣 因为戒恨不清净 在龙宫里面 所以四季菩萨说 你这个不在人间教化 跑到龙宫去 那你将能够度多少众生呢 其实是心中有所质疑 那么提出这个质疑 我们看文书菩萨怎么回答 看耕武 文书回答 文书是理言 其数无量 勿可称计 非苦所宣 非心所测 且待虚欲 自当正知 所言未尽 无数菩萨 做宝莲花 从海永孤 一灵旧山 住在虚空 此处菩萨 皆是文书师理 之所霸度 据菩萨行 皆供论说 六波罗蜜 本生文人 在虚空中 说生文行 今皆修行 大乘公义 文书师理 未知即曰 与海教化 其事如是 那么 文书师理菩萨就回答 他说 我在龙宫里面的教化众生是 奇数是不可限量 不可称计的 不但是口不能宣 而且是心不能测 你稍等便客 你就能够清之了之了 那么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这个时候无数菩萨 也是做千叶宝连 从大海涌出 到铃鸡山 住在空中 那么这个时候 来的菩萨有两种 一个是 他本来是修大乘法的 一个是修身份法的 我们先看 一开始修大乘法 此处菩萨 皆是文书师理 之所化度 济菩萨行 皆供论说 六波罗蜜 那么这些菩萨 在没有写法华经之前 他们叫做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也是菩萨 但是他偏重事修 理官薄落 他不能会贵到清静心 所以他又有所得心 来行菩萨道 但是后来怎么样 后来都慧前入死了 所以能够记住菩萨行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生文人 他本来过去是修小秤的 修四地法的 出离心的 那么听完法华经以后 他能够怎么样 在西空中说生文行 令经皆修行大乘空义 在西空中说生文行 他能够在一念的清静心中 修四地法 这个四地当然就是 无作四地了 所以他能够修大乘的空义 大乘的空义就是中道实相了 所以文书师理念 就赞叹志迪菩萨说 就告诉志迪菩萨说 以海教化其实无事 这个地方 说是三秤法 会归到一佛秤以后 我们看生文秤 在西空中说生文行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就是说 即便我们在理观上 会归到理想的清静心 但事修上 还是要从对峙的角度 还是要修你相应的法 就是说比方说你现在适合修四地法门 你还是修 那有人就问 那四地法它是苦其面道 有四种相状 那么我们是清静心 那清静心跟这四种相状怎么互动呢 它的互动是这样 在西空中 在西空中 修生文行 就是 借相修行 我们没有写花花经之前 叫做什么 着相 我们是 看到苦地 我们就投进去 然后就觉得 什么都是痛苦的 那么痛苦跟快乐 是产生对立了 当你产生痛苦的时候 你就否定的快乐 当你进入空性的时候 你就否定的引起 所以 诸位 苦地这个法没有错 我们常常说 法执法执 但弃其执 不弃其法 就是我们生死凡乎 当然从进主中的角度 我们要出离心嘛 那我们一定要修苦地嘛 你说我修苦地 会不会修到最后 处理器太重了 变成进入偏空了 对一眼法产生排斥了 如果你没有写法 的话 其实的确会有这个问题 它每一个法门 在这个开药的时候 它会引导你到一个地方 但是到了一个地方 它跟另外一个法 就产生对立了 但是你听完法华劲以后 你安住一念清静心 你修苦地 你不会产生苦地的执着 你修无常 你也不会跟一般人修无常 就紧张兮兮的 好像随时要死亡一样 你也不会产生无常的执着 就是 所以 当你会归心性的时候 你是在怎么样 在西空中 修六度法门 就这个地方是要讲这个意思 就是 会前入使以后 理官是安住清静心 是修 还是要修你相应的法门 你进土中 你还是怎么样 月灵说我星球极乐 当然 你说月灵说我星球极乐 这对立了 那你就取舍了 我会到的是说 我们是在不取舍中产生取舍 这句话你们听懂吗 我本子没有取舍 但是怎么样 使法庙全法庙 你不能只是使法 那就变禅宗了 就是说 从十法的角度 我是何其自信本质清静 但是从全法的角度 我还是要取舍 这两个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在西空中 月灵说不去求极乐 这样听懂吗 所以诸位 当我们写法庙经理以后 就是会前入食以后 你看他是叫叫会 那个会不是把它废掉 是会通 懂吗 会通 你不能说 那我是法庙思想 我怎么可以修四地法 那四地法变成三文称的 诸位 他落入三文称 我们前面讲过 不是四地法的关系 是你自己要执着 我们不能冤枉佛陀 诸位 佛陀讲四地法 是要让你成佛的 佛陀意思就是说 十方佛土中 只有一称法 那么你有痛苦 你有执着 我讲四地法来对峙你 那是我们自己 修四地的时候 我们自己陷进 四地的执着 把自己变成的 偏空裂盘 不是说你修这个法门 你一定会陷进 偏空裂盘 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懂吗 佛陀说 我说的一切法 都是要让你成佛的 但是我们没有写法法经的时候 我们用潘元心去学 我们一起用潘元心去起霍遭夜 学佛以后 换汤不换药 还是把那个潘元心拿来用 只是用来怎么样 用来学学佛法 结果就落入了这种无称的障碍 四地法变成僧文人 菩萨圣开始执着功德 你一布施以后 看看这个功德名 有没有我的名字 但是你不能够说 那这样子六度有错了 不是 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成就 法华的理想的亲近性 我们把这个法门变成执着 所以 他这个地方 在虚空中说僧文型 就是说 当你会归心性的时候 三秤照修 但是成佛依旧 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这个文殊菩萨 到了龙空以后 把三秤的法门 会归到一佛秤 是这个概念 所以到时候情死不恶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 向下文长 父再来自 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妙法莲花经》 作为法师慈悲 作为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226面 我們看疾惡的明通經利益 那麼華華經的特色是佛陀引導我們生死凡夫 怎麼能夠快速的直接的去向佛道 那麼它的整個核心思想就是你要能夠掌控 全法跟死法之間的相互關係 什麼叫全法呢 全法就是我們一般說的世修法門 那麼世修法門它的特點是向外修學的 比方說我們今天修學布施 那麼這個布施的法是怎麼來的 它是透過我們一種布施的身口意的造作這個法 來吸吸我們內心或者說來改變我們內心的潛攤 比方說我們持戒 那麼佛陀會把持戒定一個規矩 就是什麼是持戒 什麼是不殺身 什麼是不偷道 等等 那麼我們通過切法的欣習 也是來改變我們內心 所以世修法的缺點 因為它是外來的 所以它對我們內心的改變變成一種 單向的調伏 單向的調伏 你布施 你布施 它對峙的潛攤 你持戒 對峙的是你心中的惡法 那麼這樣子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問題呢 變成治標不治本 因為我們根本的問題不是煩惱 而是一種顛倒想 那麼顛倒想它是我們 可能是我們前面的十聲 或者一百聲 或者你過去的五百聲 這種環境的欣習所造成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事情 會去追求 會去掌控 然後再產生煩惱的 所以煩惱是顛倒想的一種副產品 所以我們如果完全 你一輩子都沒學滑滑金 你完全做世修 那我跟你講你今生的成就 就非常有限了 非常有限 因為你的問題太嚴重 而你給你吃的要太少 我們只能做 內心的顛倒想所創造無量的煩惱當中 你只能夠個別的對峙 少分的煩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法是外來的 因為這個法是外來的 所以佛同說這個世修法門 就是斬草不除根 春風翠又盛 你沒有從你內心的這種顛倒想 這種攀岩心下手 那麼法法經講到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死法 死法就是理官的智慧了 就是說 修行 你重點不是去外面先追求一個東西 這是一個註言 你要找到你的輕音眼 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 首先你要先調整思想 而不是去調伏煩惱 因為這是字幕的問題 那麼改變思想 佛陀的智慧很簡單 就是一心三觀 就是 你現在先不要管你修什麼法門 你也不管你的煩惱有多重 你也先不要管你業障有多深 這個都是後面的字幕問題 首先你要知道 什麼是佛陀的知見 那麼你空甲中關你內心的時候 第一個關你一念心性當體即空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你要對空的了解 什麼是空 空性的智慧 叫做離向清淨 注意離向不是滅向清淨 就是說 空 它當然不是空掉外境 你空掉外境沒有用了 它跟你沒有關係的 你的問題是你內部的問題 空掉你的妄想 但是你不能空掉你的作用 這很重要 這種分寸是很重要 你如果空的徹底了 滅向起空了 那你就是阿羅漢了 你把心性的功能給滅了 那你這樣也太極端了 所以這個空性是一個非常高超的智慧 所以 空掉潘延心 但是保留心性的作用 所以你空性一旦修錯了 那你就可能進入到滅射起空了 就是阿羅漢的涅槃基進去了 所以當起聚空呢 首先你要知道 你到底想空掉什麼 你要保留什麼 空掉我們五死劫來 在生命經驗當中累積的這些 顛倒的影像 就是禪宗說得好 恢復你的本來面目 你還記得嗎 你從什麼地方來 在你沒有真正啟動輪迴之前 你是什麼相貌 就是把生命回歸到原始點 你從什麼地方來 你說我從前身而來 然後呢 你前身怎麼來的 你是在前身而來 然後你一直關進去 關一切法空我我所 這個時候你回歸到最初的 密之了不可得 就是你還沒有輪迴之前 你是怎麼回事 答案很簡單 清淨本來做篇法界 其實我們現在所謂的思想 其實不是你原來的面目 那是你的生命的經驗 輪迴造成的一種影像 就是你過去 可能生活在某種環境 造成了一個思考模式 慢慢的多生多絕的 生命經驗 就形成你的個性 你的思想 其實這不是你本來的面目 不是你本來的面目 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到你的生命的原始點 這是很關鍵的一個思想 而這個找得到找不到 也牽涉到你一個修行的 成敗的速度的快慢 所以你要內觀 就是說我們要勇敢的面對自己 就是你告訴你自己 你從什麼地方來 那麼找到你的理想清淨心以後 就是當體濟空 這個功課就及格了 第二個當體濟假 清淨心它不像虛空是一個沒有作用的一個完空 它是有作用的 它怎麼作用呢 它法爾濟足 死法界的濟足法 就是那個明鳥的性當中 它本身何其自信本是濟足 你說為什麼濟足 這個你不能問這個問題 你就相信就好 如果我一念清淨心 本來就記住 這個法爾就是說 它不是因言生的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而且也沒有任何理由 你只能相信 就是 在一念的清淨的明鳥信心當中 你記住死法界的染進諸法 也就是說 從我們的本來面目來說 我們可能成佛 因為我們有佛法界的因種 我們也可能多善而道 我們也可能變成阿羅漢菩薩等等 所以既然我們有死法界的可能 那你當然你如果有選擇的話 你一定會怕菩提宴 我一定要成佛 所以我們發起菩提宴 來帶動我們成佛的種子 使令它升級 現行 好了 那麼你這樣子經常觀了以後 你就會慢慢把這個你表層的 顛倒妄想給淡化掉 你的內心怎麼樣 把心帶回家 你已經不是一個過去的流浪漢了 你是一個有家的人 你以什麼為助呢 你可以勇敢地說出來 我以清淨心為助 以菩提宴為助 恭喜你 你找到了成佛的正義呢 你跟十方諸佛住在同一個家裡面 雖然我們如此的 從音言來說我們如此的卑劣 佛陀如此的莊嚴 但是那個時間的問題 音言是時間的問題 重點是 你能夠找到至他不餓 你找到十方諸佛跟你的共同點 這是非常關鍵的 就是我們講成佛的初心 這個時候你有資格說你走上了 成佛知道了 說你這個人上路了 你在華華經的修學當中 找到佛陀的知見 你已經這個車子不是在市區打轉了 你怎麼樣 走上的高速公路 成佛對你來說是遲早的問題了 所以這個理觀這個死法是最關鍵的 你一個人 你今生當中有沒有成就 我講實在話 一個人到了五十歲以後你就知道了 可能我講這句話 年輕人會不服氣 你到五十歲 你覺得你在今生修行大事已定 你就這樣子了 因為你的精神體力有限了 你該衝的在年輕的時候 該努力的都做過了 到五十歲你就要開始思考 迎合陰柱迎合消磨其心 這不是精進的問題了 而是你的方向有沒有正確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成佛知道是由內而外 就是你要先改變你的知見 然後你才能夠升起修行 這樣子才叫做廟法 就是整個法華經的思想 就前面這兩個字叫做廟法 如果你今天沒有找到你的家 你只是從外面送進去很多的法 那你這個修行就像偶爾大師說 如隔日捏 所以你有劣跡 但是你這個藥吃的不是治本的 就是暫時止痛的 那麼這個隔日捏就是 有時候發作 有時候沒有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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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修法華經的 你會發覺這個修行 你很有挫折感 有時候倒完佛期的時候 正念清楚 然後說博士借在上面晃蕩幾下 又是煩惱出眾 因為你一直試修啊 你就是用單一的法 去壓制你單一的煩惱 但是我提醒你 你要不過他的 因為 因為他 在你修行之前 他就在你的內心世界了 如果按資格 他是比你強大 你如果不回合到上面的原始點 你就落在修行的弱勢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打妄想 所以你今天不修禮觀 你就很難改變自己了 很難改變了 你沒辦法改變了 你不可能用短短的 你的幾十年的修學 去改變你 無量劫所累積的思想 個性自我意識 這不可能的 你根本不可能挑戰他的 但是 如果你正確透過佛陀的方法 何其自信本是親近 那就不一樣了 但他變成怎麼樣 他變成如夢如幻 他變成是 沒有根啊 達望本空啊 他是沒有根本的 而變成怎麼樣 你這個時候變成化被動為主動了 你站在本來面目的角度面對妄想 你從今以後你的修行 完全在你的掌控當中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不隨妄轉就好了 因為他跟你本來就是 他本來就是 生死輪迴的產物 留下來的產物 跟你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因緣所生法 所以整個法華經的思想就是 理官帶動士修 而士修又幫助理官 當然我們這樣講 並不表示說士修不重要 那你這樣也止裡廢事了 就是我們該慈戒慈戒 該布施布施 該拜燦拜燦 該念佛念佛 但是你的心態 你用什麼心在念佛 你用什麼心在布施 那個人念的心不可思議 那種自信功德力 要把它表現出來 那麼這樣子呢 你的修學跟一般人不一樣 一般人修學只有一個力量 叫法力不可思議 而你老人家呢 叫做人念的心不可思議 所念的佛不可思議 你用兩種力量來修學 就是你今天啊 你用你的魔力寶珠 來做貿易 跟應驗法互動 跟一個窮子 他今天是在外面 完全靠自己的體力去打工 那就不一樣了 要套一句奧威大師說 他叫日節相悖 你修一天 剛好是他要修一節 所以 陳佛說到 他不是體力火 他完全是智慧的引導 就是你今天站在什麼角度 來面對你的自己 你站在什麼角度 來面對你自己 無死劫來 留下的顛倒妄想 你承認他是真實的 那你就很難休息了 你按座清清心來看他 你確定他是虛妄的 那他就不是你對手了 道理就是這麼的天端 你要是迷真起妄 那就全部是妄 你要仿妄歸真 那什麼都是真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核心思想就是 理觀帶動世修 那麼 這一品當中 提伯塔多品 佛陀為了證明理觀世修是缺一不可 所以佛陀引用了兩個實際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一個大國王 這個大國王就是釋迦摩尼佛的因地 那麼這個大國王他呢 為了追求無善菩提放棄了王位 那麼向仙人修學法華經 然後呢 在提伯塔多寧言刺激之下 精進修學六度而成佛 所以偶爾大師說 釋迦摩尼佛的因地這一塊 強調釋修的精進 以釋修方式成佛 這是第一個 那麼龍女的轉身成佛 瞬間一轉身變成男生 然後在南方世界 無垢世界成佛 他強調是理觀的成佛 那麼這兩個是各有特色 但這兩個其實是缺一不可的 佛陀只是在表現 釋修理觀缺一不可 所以 前面的釋迦摩尼佛的因地成佛 強調釋修的精進 而龍女的成佛 是理觀的相應 就一念的相應 好 我們把這個基本概念 理觀釋修弄清楚 我們就可以往下看 好 我們看經文 幾二的明通經利益 那麼這一段是 釋迦摩尼佛讚嘆文殊菩薩 在龍宮弘揚華華經 所成就的利益 那麼 他對眾生有什麼利益呢 這個地方有九段的說明 看第一段的 至極氣讚 看經文 爾時至極菩薩以祭讚約 大智得永見 畫度無量眾 今此諸大貴 即我皆以見 演唱十相意 開探一乘法 廣倒諸眾生 令肅成菩提 爾時 這個爾時是什麼時候 就是文殊菩薩率領 無數這些做寶蓮花的菩薩 從海湧出 住在虛空 這個時候 那麼住在虛空 就很多的大菩薩 這些菩薩看到這種 這種莊嚴像 就用激重讚嘆說 大智得永見 畫度無量眾 這段是讚嘆文殊菩薩 說 祭足大智慧 大福德 勇猛精進的文殊菩薩 你老人家 依此前面的智得永三種功德 來畫度無量的眾神 使你我們 今此諸大會 這個乙會的大眾 都能夠見到 這些大座寶蓮花 在虛空做的這些菩薩 這個菩薩 我們前面說過 有全位的菩薩 跟深文大座 那麼全位菩薩當然修六度 深文大座修四地 但是他們 會前入食以後 都是走上一佛蹭 那麼他們在一佛蹭以後 當然就在空中處 形成一種莊嚴像 就讚嘆 那麼這些所謂的三稱的前衛人 前教之人 經過文殊菩薩 演唱十項意 開淺一稱法 按照華華鏡的思想 除非你能夠會貴到一心真乳 修其功其甲其中發起 清清心菩提宴以外 你所修的法門都叫世修 都叫世修 世修可以讓你成就安樂道 可以讓你解脫道 但是你跟菩提道無言 因為你沒有找到正因 所以華華鏡呢 它能夠演唱十項意 長到中道的十項 開淺一佛蹭 一佛蹭就是全死不餓 所以一子華華鏡呢 廣泛的開引導三稱的行者呢 令述成不敵 所以這段的戰戰 當然核心思想在最後這句話 廣島諸眾生令述成不敵 會潛入死 就是成佛的關鍵點 其實就是你要能夠 內心先跟一心真乳的清清心菩提宴相應 這樣子你不管修什麼法門 你今天只是修 你今生可能只有布施慈戒 也只有煉佛 雖然你是修上個法門 但是因為你的根本是清清心菩提宴 所以你還是走上成佛之道 你跟佛多走的一個同樣的道路 當然你的資量力比較弱 但是不能否定你是真實的佛子 所以這個成佛的關鍵呢 不再釋修再离貫 所以這個至極菩薩呢 讚嘆文殊菩薩呢 善能教化這些農工的眾神 我們看更二的至極提問 他提了一個問題 看經文 文殊實力言 我於海中為常宣說廟法花經 至極問文殊實力言 此經甚深微妙 諸經中寶 事所稀有 頗有眾生勤家精進 修行此經 素得佛好 那麼至極菩薩用去讚嘆以後 文殊菩薩就自己出來表態了 他說我在大海當中呢 我主要的是講花花經 講一佛稱的思想 中道實相思想 那麼這個時候 至極菩薩就起一問 他就問文殊菩薩說 此經深深微妙 諸經中寶 事所稀有 說花花經的思想 它是由內而外的 趁性其修的 這是一個很高深的法門 你又能夠觀一念細心 即攻即角即中 然後才能夠帶動你的事修的 那麼這是諸經中寶 這個寶就像摩尼寶珠 那個統設你一切的善法 取向佛道 這是事所稀有 稀有難等的妙法 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佛有眾生精進進 勤家精進 修行止經 素得佛佛佛 那麼佛就是 難道真的有眾生 依止法佛經的一佛稱妙法的修學 而快速成佛嗎 這個至極菩薩呢 他這個問啊 其實是有兩段 第一段是讚嘆 第二段他是質疑 他是讚嘆 就是華華經 如此的甚深為妙 是所稀有 第二個 龍宮 什麼叫龍宮 這是龍類住的眾生 龍類的是什麼 是畜生道 畜生道如果從一眼角度來看 他是一個業障深重的眾生 三二道眾生 你有辦法修這個唯妙的法門成佛嗎 即使華華經如此的甚深為妙 是所稀有 而你作為一個出生道的龍類 你就算你聽到華華經 你真的能夠幻術成佛嗎 就提出這個一個疑問 我們看文書菩薩怎麼回答 好 我們看更三 文書回答 看經文 文書實力言 由塑基羅龍王女 年始八歲 智慧立根 善知眾生諸根行業 得陀羅尼 諸佛所說 甚深秘障 稀能受持 深入禪定 了達諸法 於刹那清 發菩提心 得不退轉 便才無愛 慈念眾生 優如赤子 功德俱足 心念口言 微妙廣大 慈悲仁讓 智義和雅 能智不提 文書菩薩 就舉出一個 他自己親自教授的一個弟子 陳佛的一個過程 他說 有沙絕羅龍王女 就是這個龍女 她呢 只有八歲 文書菩薩意思就是說 陳佛啊 跟他外表的業障不業障沒有關係 跟你煩惱也沒有重 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都是可以改變的 重點是你能不能掌握 親近的傳承 就是你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能夠直觀你的內心深處的 親近心 這是核心 跟你 我這個業障很重 煩惱也很重 我沒辦法修好花經 你講的是外行話 生死的東西是不可破壞的 我們只聽過光明破壞黑暗 沒有看過黑暗去破壞光明 因為你沒有去觀照 所以你才業障深重 才煩惱出重 所以 真正的花花經 他根本不怕你業障重 他也不怕你煩惱生 我們往下看 這個人 他是一個出生到農女嘛 而且他只有八歲 但是他透過花花經的內觀以後 我們看他產生什麼效果 智慧立根 善知眾生諸根行業 偶爾大師說 這個是他的全法的智慧 他能夠掌握這種善巧方便 知道眾生的根基 全法就是因言世修 世修一定要合乎你的根基 就是說 我們不是今生才有生命嗎 我們的生命是由過去 無量無量的過去變成今生 當然你也不能完全否定過去 那我一念心本來面目是親近 那我完全不否定我的個性 也不對 世修要契機 禮觀要契禮 契禮的時候 那是超越音言 但是你世修 你說我這個人喜歡拜佛 那你就拜佛吧 我這個人不喜歡拜佛 我喜歡打坐 那你就打坐 所以這個全法就是 善知眾生諸根行業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 訓趣 根基 你的訓趣在哪裡 這個是全法 第二個最重要的 死法 德爾陀農尼諸佛所說 聖身密葬 虛能受止 這個陀農尼啊 就是種詞 其實只有你能夠內觀真如 觀一念心性 極空極巧極忠 才有資格講種詞吧 對所有的行為都有一個總項的加持 那麼這個是死法 透過全食惡法 這次講到大乘的原廢 我會說這是圓滿的智慧 全食不惡 這以下呢 講到大乘的原定 深入禪定了達主法 你能夠 智慧 你當然 你要從明治位 到觀恨位 到相識位 從相識位 要進入到建道位 所謂的分正祭佛 那禪定就很重要了 從外凡到內凡 然後進入到建道位 就要有禪定的加持 那麼你有透過前面的官位 就像禪定以後 一刹那請 發菩提心 這句話是非常關鍵的 主委 禮觀的核心思想 就是 一刹那請 發菩提心 禮觀的智慧 我們剛開始是從文師修 文師嘛 哦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 神奇清靜心 何其自信 本自自主 何發菩提願 所以我們這種觀照是怎麼樣 由語言文字建立起來的 叫明治祭佛 不過沒關係 慢慢慢慢進步以後 到觀恨祭佛 你的文字下慢慢少了 觀恨力增加了 到了相識祭佛 最後 從大乘的家行為 突然間淫念的相應 那只是一瞬間而已 就是突然間 你在極靜中 突然間在觀你的內心的時候 一刹那請 這個刹那請 就是怎麼樣 因為刹那無聲 所以 發起刹那的菩提心 而這個菩提心是什麼菩提心呢 歐為大師說 嚴教的出處 嚴教出處就是 破無名正法身 他是助於真辱 所以你這個人 證得出地以後 破無名以後 就是我們剛開始修行 當然清清心菩提願 這是分開修 我們凡夫 一般來說 自政上菩薩會重視清清心 就是先理想 菩提願可能是間代 所以凡夫未修清清心菩提願 它會有所偏重 但是你成就 一刹挪相應的時候 破無名的時候 你這兩個清清心菩提願 是合在一起的 清清心一定有菩提願 菩提願也一定有清清心 這兩個就不可切割了 成就發生以後 這兩個是同時出現的 所以叫做發菩提心 這個發的是什麼 勝利菩提心 是來自於真辱本性所發出的 上求佛道的心 這是堅固不可破壞 那麼到此為止 整個成佛的因圓滿 後面就帶動他的果地了 那麼果地有七種功德 成就這個初發心柱的菩薩 他有七種功德 第一個 德不退轉 你能夠 我們凡夫修學 就是進進退退 那麼他這個有 為不對行不對 念不對 三種不對 第二個 辯才外 事外治 第三個 慈念終身猶如赤子 這個同體大悲 這種慈悲心不是說 我們在修的時候 思為如母有情 這個都不用思為 他任應的 從內心的清清心菩提願 任應生起 同體大悲 功德祭祖 祭祖六度的功德 而且第五個 心念口 口言 微妙廣大 你就能夠很任應的去演說 一佛秤的妙法 你這個人只要懂這個道理 你就會講出來 可能 當然你要沒有寫古德的東西 可能講話沒有古德那麼美好的這種文具 但是呢 你看六祖大師 他也沒讀什麼經典 他講 本來無一物合著惹成癌 當然讀書的人會覺得說 這句話這個詞用的有點粗 但是他的意思 跟修多羅 跟大戰經典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懂這個道理以後 你一定講得出來 你說我講不出來 你講不出來 表示你沒有真懂 就是 表達上 文字上可能會有點粗糙 但是 你一定可以把 什麼叫做一佛秤的死法 你一定可以講出來 慈悲仍讓至義和牙 你能夠有慈悲的仍厚千讓之心 而且呢 意志堅定 最終 仍至菩提 當然出地菩薩 那你就所證以佛五義統 那你這個出地菩薩 能夠訓一百個分身了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龍女他的成佛 強調的是 一叉羅請發菩提心 這個地方就跟前面的 釋迦摩提佛的印第不要 釋迦摩提佛印第是怎麼樣 多生多絕的勤苦才成佛 這個地方的禮觀神佛是 一叉羅請發菩提心 這就不太一樣了 那麼 當然這地方就引起了 四季菩薩的疑問 我們看了第四段就容易清楚 看更似的四季疑問 看經文 至極菩薩言 我見釋迦如來 與無量劫難行苦行 積功累得求菩提道未曾止息 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由如界之許 非是菩薩舍身命處 為眾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 不信此女與虛欲卿 變成正絕 那麼至極菩薩呢 聽到文殊菩薩呢 舉這個隆理成佛的例子 他當然是視線 至極菩薩本來就法身菩薩 他也知道理觀世修的差別 但是他替眾生問 他的疑問呢 奧威大師說呢 他是以別教法來問難這個嚴教的理官 以別教法 他說啊 我見釋迦如來 這是前面的釋迦如來 我自己講的他的因地做個國王 那麼他做國王呢 他不但放棄了王位 到山中修法華經 然後生生世世 可以說是歷劫的難行苦恨 然後呢 激功雷德 追求菩提未成止息 那麼 以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 他自己回想啊 他觀察整個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沒有如戒指許這麼少的地方啊 不是我因地捨生命的地方 所以這個行菩薩道 他不是只有理官啊 這是法生以後要成就應生佛啊 諸位應生佛才是真正的精彩的時候啊 我們在成就法生的時候 你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說 我是自身上菩薩 我先成就法生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暫時不休菩薩道 但是你菩提宴是在的 你是先發願 我先成就法生以後再去度眾生 這是可以的 但是你成就法生以後 那就沒有所謂的關門禁修這件事情了 那麼這個時候你開始怎麼樣 發願要成就你的成熟眾生莊圓淨土 那怎麼成熟眾生呢 整個三千大千世界 每一塊土地都是你捨生命的地方 為什麼 為眾生故然後乃得成不體 所以我們在凡夫成就波雷道的時候 是把智力放在前面 但是你成就波雷道進入方面道的時候 你是把眾生放前面了 以為眾生故然後乃得成無上不體 所以他呢 以這種陰炎的世修這麼廣大的時空的修學 他不相信龍裡能夠再一意差挪琴發菩提心 而成就佛道 變成正確 他不相信 這個地方是說 釋迦牟尼佛的視線 是強調視修的重要 是當然你要講視修 那就是 身身世世的 勤古的修學 但是龍裡的成佛強調 理觀的相應 因為真正本性本來就是你本具的嘛 我再講一次啊 諸位 你的親近心啊 他不是修來的 所以他花了時間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能夠承擔 他隨時準備跟你相應嘛 因為他不就是 他就是你衣服裡面的魔力寶珠嘛 你把它拿出來 有那麼困難嗎 對不對 就是說 你裡面的魔力寶珠 把它拿出來 是比較快的 但是你去工作 去努力的去創造你的佛生進土 這個當然因研修就時間比較長了 那這兩個是 不互相妨礙的啊 所以 世紀菩薩呢 等於是 以世修來問難理觀 以世修問難理觀 當然他是視線的啊 他是為眾生來理解 理觀世修的差別啊 好我們看 耕武的龍女四夷 看經文 言論畏氣 使龍王女呼陷於前 頭面裡靜 確註一面 以記讚悅 深達最伏像 便照與十方 微妙靜法身 巨像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莊嚴法身 天人所帶陽 龍神先恭敬 一切眾生類 無不忠奉者 誘聞成谷提 為佛當政之 我誠大乘教 度脫苦眾生 正當志祭菩薩質疑龍女成佛 為什麼這麼快速的時候 言論畏氣 這句話還沒講完 志祭菩薩話還沒有說完 龍女突然間陷在前面 那麼就向兩位佛陀 釋迦牟尼佛跟多寶婆頂禮 然後就站在一面 站在一面呢 他就以祭戰爺 這個地方是什麼 讚美佛德 讚嘆佛陀的善生的功德 他怎麼說呢 聲達罪符像 騙照與十方 微妙靜法身 讚嘆佛陀 法身的功德 當然 這位 法身是怎麼成就 當然是靠理官嘛 應聲是什麼呀 應聲當然是靠世修 你要成就法身 那是理官的智慧 但是你要成就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萬德莊元的佛陀的應聲 那就是要力竭勤苦地修學 那麼法身的理官是怎麼回事呢 聲達罪符像 騙照與十方 我們一個沒有修理官的人 就是從因言的角度來看生命 因言角度來看生命 看生命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二言對立 你會發覺說 我怎麼有時候覺得我業障深入 但是我如果好好的修行 我又覺得我這個人 記住很多的善法 所以我們就 你沒有修理官啊 就表示你這個人不安住啊 不安住的情況呢 你就怎麼樣 隨時你的修行啊 有時候進步 有時候退步 因為我們生命本來就是 它是一個曲線 一個泡屋線的 它不可能 你沒有本事做成這樣子 你除非是法身菩薩 或者你真正安住清淨心 你能夠真正達到平常心 所以我們一般人的修行都是這樣子 善惡的法裡面產生糾結 善惡的法裡面產生糾結 因為你心外攀岩嘛 但是如果你能夠理官到 回觀反照你一念清淨心的時候 觀一念心 其空其腳其中 觀答 罪業也好 浮相也好 其實 當你的內心回到原始點的時候 是業性本空啊 就是 其實 你本來沒有善法 你也不是惡法 所以儒家思想它有兩派嘛 人心本善 有時候說人性本惡 其實佛法的意思啊 我們的本性啊 不是善也不是惡 如果你本性是善 你怎麼造惡呢 如果你本性是惡 那你怎麼可能成佛呢 你本質是惡 那你怎麼修 你頂多就是 偽裝自己 調伏自己而已 那麼 佛法認為我們的本性 也不是善也不是惡 叫做 理想清淨 它什麼都不是 所以極空呢 就直接觀到我們一念的清淨本性 去觀察 罪不可得 福不可得 這極空 極假呢 就觀察我們的訓據 但是我們一念清淨性呢 本來記住善惡 就是 你用深口義的善法 去欣喜你一念清淨性啊 它自己會出現 罪惡的象狀 你用不思辭 你用不思慈戒的善法 去欣喜你清淨性呢 它會出現罪惡 所以你能夠 觀你一念信心 極空極腳極中啊 表示你深入的通達 最福的真實相 就是你本來不是善惡 但是你也可能變成善惡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解釋 那麼這樣子 表示什麼呢 唯妙盡法神 佛陀能夠在安住清淨心 發體菩提願成就 清淨法神 所以法神是怎麼樣 是禮觀所成 跟你有沒有跟眾生互動 沒有關係 嚴格來說 跟你有沒有福報 也沒有關係 跟你有沒有煩惱 有沒有業障 也沒有關係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你要成就硬化神 那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具象三十二 以八十總好 用莊元法神 但是你今天希望你能夠 在一念法神當中 你終有一天能夠怎麼樣 獻出佛神 而且有你的慶敬的國土 有你教化的建屬 那就是世修了 你才有辦法三十二像八十總好 來莊元你的法神 這兩個是讚嘆佛陀的三生的功德 第二個 我們看九戒歸一 天人所誕陽 龍神賢恭敬 一切眾生類無不忠奉者 具足三生的佛陀 是九法界眾生 天人、龍神等 一切眾生所恭敬歸一的所言禁 這個是讚嘆 九戒歸一 第三個就是 龍女就請佛為政 她說 又問陳菩提為佛當政師 我產大聖教 度託苦眾生 那麼 我雖然是一個八歲的畜生到的女眾 但是 我所學習的 我跟文書佛陀所所學習的妙法當中 知道 成就無上菩提 那麼必須佛陀來印證 以心應行 就是 佛陀 你老人家作證 你的親近心 跟我的親近心 是不是完全一致 請佛印證 那麼 我依止親近心 菩提願 我在未來世當中 我也會即將視線 應發生 轉大法輪 度透眾生 那麼 龍女請佛印證 佛陀 莫然應可 佛陀經常是這樣 佛陀不講話 就是 承認你這個 你是成就法身佛 所以歐一大師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提出兩個重點 他第一個 可以講到 理事的差別 就是你在修行 先把理觀事修分清楚 你不含糊龍頭 理觀 他的所言進 是真如 他是向內的 內觀真如 那麼真如是一個性德 你不用去增加他 你也不用減少他 你知道 知道有這件事叫 就是觀而已 真如不能修 他本來就不生不滅 不共不盡 不增不解 你不會因為你修他而增加 你也不會因為你懈怠而改變 所以他可貴的地方就在這 他不慎滅行 這點對我們黎明中至關重要 我們黎明中就是 不能靠修行 因為你黎明中的時候是你生命最糟的狀態 你不可能躺在床上起來拜佛 說我平常都是靠拜佛保持正念 你有本事站起來拜佛看看 所以黎明中的時候修得其實力量薄弱 就是靠性的就是 你必須靠一個 你狀態再怎麼糟糕 他永遠是清淨的 就是你在黎明中的時候 你夜障現前 你身體插滿了管子 你的建築在旁邊哭泣 你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心思散亂 這個時候你不是要銀河映住 你依什麼住 說靠佛號也可以 但是你完全靠佛號啊 佛號是外來的東西 如果你內心沒有東西給他接印啊 這個力量薄弱 所以在臨終的時候讓你可靠就是說 諸位 有一個魔力寶珠 祂永遠在那個地方等著你 祂咧 再凡不爭 再凡不減 再勝不爭 祂絕對不會因為你的身心的錯亂 而變成不清淨的 就是這個理觀的智慧 所以理觀是怎麼樣 他強調理一切相 整個要弄清楚 理觀是超越因言所生法 什麼叫理一切相 我簡單說一下 他跟你有沒有修行 跟你煩惱重不重 跟你的業障重不重 完全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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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可貴嘛 這才可以安住嘛 這是理觀 第二個世修 世修強調集一切法 你有修行你就有功德 你造罪就有過世 這就是世修 那就是因言所生法 講修德 所以偶爾大師說 你這個修行人 先把理觀世修分清楚 一個是內觀 一個是外修 一個內 一個是魔力寶珠 你再怎麼求 魔力寶珠還是這樣子 但是世修就是說 你要不修啊 魔力寶珠也沒用 你魔力寶珠也不能當飯吃啊 你要拿出來貿易嘛 你才有辦法用魔力寶珠 換取你的麵包飲食嘛 所以這個靠修德嘛 所以理觀是理一切向 世修是急切法 這是先把理事分清楚 理事的差別 第二個 你再把理觀世修怎麼樣 合起來 就是 理觀不離世修 世修不離理觀 趁信啟修前修再興 所以 理事是 相輔相成 互含互測 缺一不可 你真正法華經的一佛乘思想 啟動啊 你純粹是理觀也不行 純粹的世修更不行 就是說 你有一個魔力寶珠 然後呢 然後你還要精進的去做貿易 把魔力寶珠換取你的衣食 換取你的房子 換取你的各種的資具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呢 偶爾大師強 他的意見是說 理觀 不能愛世修 世修不能愛理觀 好 你這個道理懂了 你就知道志祭菩薩的問題在哪裡 志祭菩薩呢 就是說 是說 強調 釋迦摩提佛應地的世修成佛 其實 其實啊 釋迦摩提佛的成佛 諸位你 你現在我問你一個問題就好 他歷節的勤苦的修寫成就應神佛 當然是世修嘛 你認為這個世修沒有理觀做得到嗎 不可能嘛 我給你 我給你 不要說三大二真集結 我給你一百二真集結 你整天修菩薩道 如果你沒有理觀 你也成不了佛 所以 當一個法身菩薩強調釋修的時候 他背後一定有理觀嘛 只是他不談而已嘛 就是 釋迦摩提佛不可能沒有理觀 龍女也不可能沒有釋修 此事呢 我遇到說 各自表法 佛陀為了激勵我們 在逆境中成長 所以 用釋迦摩提佛做榜樣 講調 釋修精進 突破障礙 釋迦摩提佛為了表達 我們修行 不會因為你煩惱重 也不會因為你這個畜生 你是個女重 而障礙 所以龍女用理觀來表示 這個理觀裡面一定有釋修嘛 此事歐益大師說 各自表法而已嘛 釋迦摩提佛的整個修學表示 是理事修的圓滿 那麼龍女的夜報生 他一念的回觀喊召 一念的相應 成就言教出處 強調理觀的圓滿 各自表法而已 所以這個理事是圓榮的 那麼重點是龍女這樣講的時候 希望佛陀證明 佛陀默然 表示佛陀認可 這是第一段的問難 就是所謂的刺激菩薩的問難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看 攝理佛尊者的問難 這裡有請問 三月五 gram 庭土向佛陀 曾就是所謂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大家打开讲义228面 我们看庚六的挟前难问 那么摄理佛尊者用全法 就是用整个藏教的世修法门来问难 因为藏教强调是夜感延起 跟华华经讲的真如延起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看从夜感的角度 怎么来看龙女成佛这件事情而产生疑惑 看经文 使舍利佛与龙女言 辱未不久得无上道 世事难信 所以者和女身购会非是法系 云何能得无上不提 佛道悬况经无量节 勤苦畸形聚修诸度 然后乃成 幼女人身幽有五丈 一者不得坐犯天王 二者帝氏 三者魔王 四者转轮圣王 五者佛身 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那么摄理佛也是视线 摄理佛前面都已经开始问佛的知见了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理观事修的关系 但是他为了解除众生的疑惑 他就视线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龙女如为不久当成无上道 世事难信 所以你马上可以成佛 这件事情很难让一般人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女身购会非是法器 女身从外表的夜报身来说 是购会不进的 从内心来说 他相对我法二指比较重 所以他胀道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法器 那么怎么能够用这个畜生道 又是女身的身体来迅速成就佛道呢 毕竟佛道是旷节九眼 要经过无量节的修学的时间 而且勤苦修行 而且要记足六度万赫 然后才能成佛 那么又女人身 有五脏 这个女众有五种障碍 第一个不能做大凡天王 这个是三界主 二者第四 这个是异界主 三者魔王 这个魔王是整个魔界署之王 统领整个三界的魔界署 四者转如圣王 这个是人间主统领是天下 五者佛身的死法界所皈依 就是女众的这个射身 不可能变成这五个 这五个一定是男身 一定要献男身相才可以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五个当中有一个佛身 所以他用夜暴身来判定 女身是不能够卸助成佛的 他这个意思就是 当然从夜感的角度 女众的射身 相对男众来说 是比男众的业障稍微多一点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说 佛道久远 今无量节 勤古畸行所成 他意思就是说 你要成佛 你说你会成佛 这个我们相信 你说你要马上成佛 那你表示你在菩萨道 已经走到尾端了 走到尾端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合理的推论你业障应该消的 功德也增长 你不可能再献女众身了嘛 从业力的角度 的确是这样 他没有讲 他就不提四线这个问题 第一个 佛道久远 今无量节 勤古畸行来称 所以 如果说你是马上要成佛 那是菩萨道的尾端了 第一个 你不可能献女众像 第二个 女众像是有障碍的 因为女伸 是不能 献三十二相八十走好 三四诸佛都是献男众像 所以他用夜报的相状 来问难 龙女的马上成佛这个概念 用三尘的 这种三丈的拳法 来问难 真如言起 我们看龙女怎么回答 看庚妻的献猪除夷 看经文 而是龙女友谊保诸 价值三千大千世界 时已上火 活即受之 龙女为至极菩萨 尊者摄理佛言 我献保诸 世尊纳寿 世事极好 答言甚极 女言 以辱神力 观我称佛 复述于此 当时众会接见龙女 忽然之间变成男子 据菩萨行 即往南方无垢世界 做宝莲花 成等正觉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古为十方一切众生 演说妙法 那么龙女对于 射利佛尊者的问难 其实他没有回答 但是他做一个重要的动作 这个时候龙女呢 就把他身上的一个宝珠 驾驶无价的宝珠 驾驶三千大千世界 然后呢 他把这个宝珠拿出来以后呢 供养佛陀 佛陀怎么做呢 佛陀当下就接受 那龙女就 用宝珠供养佛陀 这个动作来 就 请问至极菩萨 跟尊者设立佛 他说 我献宝珠 是尊纳受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快 我拿出来 佛陀接受 就是表示 看你是成什么佛 如果你成那是应生佛 那当然就是要 旷节久远的修学 但如果理观的佛 他强调的是 一念相义一念佛 这个跟夜报社没有关系的 就是 禅宗新章说的 职下承担 佛陀说 我这一念生是亲近 看你要不要承担 关键正人 你要不承担 那给你一百节也没有用 那你要承担 那当下就是 就是说 师父 我的心到底亲不亲近 这个问题不能问我 要问你 你要能够接受 你的自信本事亲近 那你当下就进入亲近的领域里面 那你要犹豫不决 那你就不亲近 所以 理观的智慧 看当下 跟时间没有关系 你要不懂 就给你一万节也没有用 所以 他用这个 我献宝珠 世尊纳寿 来表达理观的当下的 职下承担 就是这个事情 速度很快 所以摄理佛说 是的 是很快 那么这个时候 隆宁就说 如以神通力 观我成佛 会更快 我献给 佛陀宝珠的速度更快 当然他这样讲 他必须做到 当时众会 接见隆宁 忽然之间 变成男子 这个法身的应用 不可思议 这种赤在力 他就从这种隆宁的 一个畜生到的女众 变成一个男子之身 而且当下 记住六度的功德 然后往南方的无垢世界 做宝莲花 成等正觉 这个地方成等正觉 是应生佛 我们代表解释 为什么他法身 能转成应化身 所以你看 他应生佛叫怎么样 有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普为十方一见众生 眼说妙法 这个地方的关键来了 法身应生之间的转换 偶一大师 用八个字加以解释这句话 他说 法身事件不可思议 我们前面说过 初地以上的法身 他还可以有一百个分身 恶地的法身 有一千个分身 那么这个分身 当然分身不是表示 他一定要献佛身 那么龙女是怎么样 他在娑婆世界 献出龙女下 他提供一个分身 但是其实他同时在南方的无垢世界 献出的是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的应生佛 当然有人说 那这个应生佛 他怎么没有出生出家 他直接成道呢 我为大师说 硬化身的视线不可思议 他没有固定的章法 不一定说一定要经过什么过程 他是随众生的阴言显现 但是应生佛相对困难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你成就法身以后 不像我们夜报 夜报是你只能够果报体 你到三个道去 就真的到三个道去了 你到天上就到 真的是到天上去了 除了那个你没有其他果报体 我们夜报身只有一个果报体 那个果报体在哪 就把你的业力 你的想法全部带走 但是成就法身的菩萨就不是了 他一个法身 同时视线 一百个果报 就像你一个萤幕 电视萤幕 同一个萤幕 他有一百个频道 你可以有一百个节目 你有一百个人物 一百个故事 显现出来 结果说 所以偉大师说 他说 诸大弟子 兵士法身映现 处处垂击不同 安之不宜 他界同时 视线成佛业 偉大师举例子 比方说 你看 佳罗陀仪 佳罗陀仪是六千比 到处惹是生非 他说 你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这种法身 他今生 你现在看到他是佳罗陀仪 他在其他世界 他视线 庄严 尊贵的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所以 法身视线 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有一条要注意 分身 要献什么像状都可以 我这个人 就喜欢献出身道 你就献出身道 所以分身如果是 显现六道像 但也没什么好休息的 你只要发现 他随时可以献 但是你的分身 如果要献应身佛 你要献出 你这个分身 要献出三十二项八十种好的佛朵 那对不起 你一定要经过世修 这样懂吗 分身 就是说 我们前面说过 出地菩萨 他可以有多少分身 一百个分身 不表示 他可以同时献出 一百个硬化身 硬化身是要 世修要修来的 那我 比方说 我今天是一个出地菩萨 我可以选择 我只要献三个分身 应身佛 我九十七个 就是随内发身 我变成一个毛毛虫 做毛毛虫之王 度化过去有缘的 刚好他也做毛毛虫 我来度化他们 我做鹿王 做蛇王 这个分身都可以 这种东西都不需要什么世修的 这叫随内化身 但是你要献出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同你九届众生的八项神道的应身佛 那对不起 一定要经过世修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一大师说 你别看这个释迦柏默的地址 加留多余处处的造罪 但是你会想到他可能 你安施他不是在他方世界已经事先的应身佛 所以这个法身 因为成就法身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说龙女 你眼睛看他即日生 你现在看到他是一个畜生道 你看 其实他同时在南方世界是做宝灵化身等正确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破除我们对相撞的词曲 你看我们佛教徒很喜欢去问一个问题 说 我问一个问题 关西菩萨到底是男重还是女重 其实这个问题 你问这个问题表示你水平就不高了 他可以陷男重也可以陷女重 很简单 当然我们从业力的角度来 我们一般都是从诸法一眼神 我们很难从真如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是可以一味无量 从业报的角度 这个是男重这是女重 其实关西菩萨他的内心 也不是男重也不是女重 他的就是一个亲近法身 他的本质就是亲近法身 所以这个地方就颠覆了我们对于业力的思考 就业力的思考 好我们看根巴的始众得意 大家知道理官士修不恶的时候有什么好处 看请问 二十娑婆世界 菩萨声闻 天龙八步 人与非人 皆姚剑比龙女称活 互为师会人天说法 心大欢喜 西遥敬礼 无量众生文法解悟 得不退转 无量众生得受道计 无构世界 六反震动 娑婆世界 三千众生住不退地 三千众生发菩提心 而得受祭 那么 这个大众 这个大众不是只有娑婆世界 也包括无构世界 无构世界 他也看到了这一幕 所以耳时 磁土的娑婆世界的 所谓的菩萨声闻 还有这些人非人等 这九界众生 都摇敬 南方的无构世界 那么 作宝莲花 龙女成佛 而且普畏大众 说法 大家非常欢喜 来 都是 那么在远处禁 礼禁 那么 持土的众生 因为 看到这个 法身功德不可思议 他同时能够在分身 献出龙女像 同时献出应身佛 所以大家对这个 礼观的正念真如 这个回观反照 正念真如 生起信简 而成就不退转 乃至于 因为如此的修学 而蒙佛受己 那么 彼土的无构世界 也因为如此的 一言说法 大地六反震动 娑婆世界 三千众生 因此而成就不退转 三千众生 发菩提心 而得受己 就是说 大家对于礼观的修学 还不知道这个妙药 就是说 我修这个礼观 到底有什么好处 佛都告诉你 好处好就好在 你未来能够 自在立 法身示现不可思议 你可以同时示现 叶报身 你也可以同时示现 三十二相的应身佛 就像龙女一样 在说博世界 他献诸龙女像 在无构世界 他献诸应身像 所以这不可思议 好我们看更久的 大众信授 看经文 至极菩萨及摄立佛 一切众慧 莫然信授 那么佛陀讲完 迪波达多品以后 那么至极菩萨 摄立佛尊者 一切的仪慧大众 都对于 礼观 世修 这两种妙法 都信授奉行 所以这个提伯达多品 等于是引证 佛陀不跟你讲道理 实际引诸 实际 这个路到底有没有人走过 一个道理 它必须可修设 可证性 当然佛陀引诸 这两个是比较 比较极端的例子 一个是提伯达多 他深圳之士 释迦摩尼佛 他深圳之士 为提伯达多种障碍 他完全靠自己的 精进力突破 而快速成佛 按说 释迦摩尼佛的成佛 按辈分来说 他应该在 弥勒菩萨之后 因为弥勒菩萨 是他的协长 他以前是 弥勒菩萨 他生生世世都是视线做他的老师的 那他为什么跨越 这个弥勒菩萨呢 就是提伯达多善之士 佛陀意义就是说 你不要埋怨你的逆境太多 从事修的角度就是 你要把它当作逆征上远 你看 释迦摩尼佛提伯达多 不断地给他刺激 障碍 他做一个佛吧 他提伯达多 他要变成新佛 所以他就是从逆言当中成长 第一个逆言 第二个就是夜报圣 你看 当然逆言所强调 成佛是什么佛 一生佛 世修 那么龙女呢 他强调理官的法身佛 法身佛 他虽然是现一个夜报像 但是你内观真如 跟你烦恼重不重 月障生不不生 没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我都举出了一个 这个夜障的象状 跟逆言的象状 来示现两种成佛 一个成就 世修的应生佛 跟理官的法身佛 这两个故事当然都很感人 都是释迦摩尼佛的 舍生命手足 隆里的转身成佛 那么净土宗 我们说一说净土宗的 代言往生 其实净土宗 可能更偏向于 隆里的成佛法式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净土宗 它的特点 是时间紧迫 没有一个人规划说 我来生往生的 你说来生往生 那你等于是 你讲这句话 那就表示你不是修净土宗了 因为来生谁知道呢 净土宗你今生就要成就了 净土宗的好就好在 他可以代言又往生 但他也有缺点 他没有时间等你 比如说我走南行道 我不着急啊 我今生只要怎么样 我增上就好了 所以你看南行道的人 他其实他没有时间压力 净土宗其实某种程度有时间 因为你明明中就看输赢了 好 所以净土宗 他没有太多时间让你事修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重点 所以净土宗的成败是怎么样 理官的智慧 谁能够把业带走 诸位 你学过维世纪的知道 业力是跟你的心事有关系的 你心收起来心落灭死最以往 所以临终的正念 这不是偶然的 取决于你晚年的收心 有这个人说 你这个人念我念了那么多 你一天念三万色佛号 那不是表示你有临终之 就是看你理命中的时候 你看他所作所为 他的心是不是在往内收 如果你今天没有收心 那么你在佛堂当中 念佛很专注 出来以后还是拍眼 那表示你这个业力 没办法带走 你这个业力是不可期待 那你临终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 你的愿意现前 你的生死业力也会现前 那对不起他是守境界 你的愿意绝对抵不过你的业力 所以一个人临终会不会打到正念 大概是你往生前五年这个指标 当然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往生 大概你 你这五年的心有没有 就是你临终前那五年是关键指标 就是收心 收心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理官 所以进入中 你会念佛他也会念佛 其实你念一万生 跟他念两万生意义都不大 意义不大 因为往生以佛不在于你慈名的多少 就是信愿 那么信愿 愿尼说佛 心求极乐 关键在愿尼说佛 心求极乐 每一个都会 谁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园 谁不心求呢 关键是你能不能 从说佛世界你熟悉的 烦恼烟力里面 走出过去 你说佛世界走不出来 你怎么靠没办法去规划未来 与真说佛世界 不断的纠缠不清 所以诸位 其实你慢慢学法娃 你会知道 你到了晚年 成败关键就是理官的智慧 就是悔光缓照 所以放下 只有一个前提 就是看破 你生命的本事没有看破 你怎么放下呢 我跟你讲 我要每一个人的一生 不管他活了 痛苦快乐 你相不相信 你找一个业障最重的人 抓过来 他对今生 也是心有千千结 你说他完全 愿尼说佛也未必 所以每一个人在一生 我们不要讲多生多解 就像你今生 你走的这几十年来 我们对说佛世界是又爱又恨 各种因言都有 恩怨都有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面对你的因言法呢 就是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合集自信 本质清静 本来就没有因言 只有这个有解 只有这条路而已 诸位 我再讲一次 因言是不能处理的 当你想要去处理因言 你就回不来了 我们过去就是 所以因言能够调伏下来 不是你去处理 你是因为看破放下 而走出因言 走过来的 所以临兵中的时候 你看有些人佛后练得很好 但是他就不能往生 他走不出因言所生法 他走不过去 心中有过爱吧 所以 进度中 你最好把龙里成佛这段赌一赌 他从一个夜报生 怎么样转身成佛的 就是直下承担 合集自信 本质清静 合集自信 本质祭祖 承担 把这个清静的魔力保住 承担下来 这个是成败的关键 好 那么这个就是提伯达多品 我佛多引出两种成佛的方式 好我们看 补充讲表第47面 副表30 我们看嵌词品 嵌词品 它有两段 一个是受持 这当中 佛多讲完这个提伯达多品以后 两万亿菩萨 主动的发愿受持 这个主动的发心 来洪传法华经 叫做受持 第二个叫欠死 这些法政菩萨按兵不动 佛多用勉励的方式 用鼓励的方式来欠80万亿 那由他菩萨来弘扬法华经 叫欠死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佛多劝勉 总而言之是欠死品 好 就先看第一个解释品目 看经文 那么佛多在前品 就提伯他多品了 以古今两种势力 古指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士修 精进成就应生佛 今指在法化会上的隆尼 那么透过礼观而转身成佛 强调法身佛的当下的承担 这两种的佛 一个成就应生佛 一个成就法身佛 那么以此来赞叹本经的功德殊胜 就是礼观事修 由礼观成就法身佛 由事修成就应生佛 来劝弟子们如法奉持 那么在这一品 欠死品是什么回事呢 佛陀劝 法华会上的两万亿菩萨 及八十万亿奈犹他菩萨 来试验在末法时代 受持弘通法华经 故立为品 这个地方古德说 虽然本经的三周说法 当祭众都是生文众 你看摄理佛尊者四大弟子 还有这个邪无邪人祭品 都是属于生文众 但是呢 生文众在听完法华经以后 受完佛记以后 都公开的向佛都表态 说我们不堪认在娑婆世界弘扬华华经 我们要到他方相对亲近的国土弘扬华华经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生文众是当机众 但是他不在娑婆世界弘扬华华经 那这样子华华经在娑婆世界可能就是要断灭了 所以佛陀只好亲自出来 劝勉 法圣菩萨 生文众不能够在末法时代弘扬华华经 佛陀劝法圣菩萨 你们出来弘扬 弘扬弘 朝一佛征的妙法 就签字品的意思 好 我们看第二个经文要义 看讲义 二 经文要义 一 本品显明法华会上二万菩萨摩盒萨 应佛劝诸自事弘经 自明佛顾命八十万亿 那由他菩萨摩盒萨自事弘经 那么奔品就是这个见词品 它有两段 第一段讲到寿慈 寿慈是指二万 这个法花会上两万菩萨谋杀 那么 等于是随顺佛陀的欠勉 这个欠勉就是佛陀在宝塔品后面 佛陀的欠慕流通 他主动的发现红金 这两万菩萨是主动 第二个欠使 世民佛陀顾命 八十万亿 那由他菩萨谋杀 此事侯金 这个顾命 佛陀用暗示的方式 暗中劝勉 佛陀并没有讲话 用眼光看着这些菩萨 鼓励他们来发行 这两种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佛陀用目光来劝勉 好 我们看下一段 二 自法师品以来 本师殷勤赞美人法 然新德纪声闻 自认不堪于武卓会徒 洪传本经 佛顾家皆不退菩萨 自是与佛灭后之恶事中 洪通本经 用于激励其志愿 那么自法师品以来 佛陀殷勤的赞美人法 赞美人就是五种法师 赞美法就是依佛证的妙法 那么虽然声闻众是当机众 但是三根 上中下根三种声闻 虽然蒙佛授记成就法生以后 他都公开的表态自己 不堪认以武卓的会徒 洪传法华经 他们愿意到他方 清清的国土去洪传 那这样子就问题就严重了 这个法华经一旦断了以后 佛总就断了 所以佛陀就必须安排一下 就鼓励这些法生菩萨 法生的不退传菩萨 希望他们能够在佛陀灭度之前 给发个愿 在武卓二次当中 洪童本经用以激励其次业 这个地方是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人人洪道非道洪人 所以一个妙法的洪传 跟你这个道场盖得多大 够庄严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要有这个人 我们看过代的佛教史 只要这个法要洪传 一定要有大德出事 有玄奘菩萨的出事 所以中国佛教的为事写才新生 有智者大师的出事 所以天台中的五十八教才新生 这跟道场没有关系的 所以人是一个宏道的根本 但是现在问题来 到了末华时代 末华时代的特点就是 大家烦恼壮重 痛苦也深 那么众生在烦恼痛苦的激发之下 他容易怎么样 思想会走上极端 其实现在也看得出来 就是偏空的就非常偏空 左右的也就是一路左右 就是休息没有中到这两个字了 你说观仪内心 极空极脚极重 末华时代是不容易做到 所以这个时候 必须有法身菩萨出来 这个僧文重的确是 他也没办法坎坷在末华时代 这种极端思想来弘扬 所以法身菩萨它有方便力 所以佛陀必须要 要这些法身菩萨 因为佛陀即将灭度了 在佛陀还在的时候 你要给我一个保证 希望这个妙法的传承 在末华时代不能断灭 是这个意思 因为中到实相 到了末华时代 已经不是修行的主流了 大家就是走向空 要么走向游 走向极端的修行 好 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段是佛陀在 即将灭度的时候 一个慈悲的嵌死 那么另外分两段 看物依的名寿慈 寿慈就是 这些两万菩萨主动的发愿 叫受持 这有三段 先看几亿的菩萨奉命 词读 词经 看经文 二十 要王菩萨摩赫萨 即大乐说 菩萨摩赫萨 与二万菩萨 眷属句 皆与佛前 坐视誓言 唯愿是尊 故以为虑 我等与佛灭后 当奉持赌诵 说此经典 后恶事众生 善根转勺 多增上脉 贪力供养 增不善根 远离解脱 虽难可教化 我等当其大忍力 赌诵此经 词说书写 种种供养 不惜生命 那么 二十 这个时候 要王菩萨摩萨 跟大要 大要说菩萨 还有 以会的 两万菩萨的 见属 这个两万菩萨 就是要王菩萨 跟大要说菩萨的 见属 那么他们就在佛前 坐如是的誓言 说唯言世尊不以为律 世尊 老人家不要感到忧虑 因为我们在佛陀灭渡以后 我们会奉旨读诵此经典 因为佛身要释现不容易 你不能够说佛夺一致注释 这不可能吧 硬化身是因人所生法 但是菩萨可以 就是 菩萨不用献佛身的问题就相对容易 但是你要献佛身 那众身业障重 佛身就不能出现 所以只能靠菩萨 那么菩萨就说了 但是这个人有个问题 五卓二世 学法华经 有四种障碍 第一个 善根转小 大乘的善根 大家到末法时代 葬身慧起来 善根减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多僧善慢 这个慢就是高举 那么这个高举是什么样 把自己增上 就是 你自己本来没有这么好 但你把自己想成是这么好 把你自己提高了 叫增上慢 第三个 贪力共揚 贪爱 贪爱这种 五欲的快乐 增长不善根 增长贪爱的烦恼 眼离解脱 这个问题就也是很多 没有处理心 你要说事件的快乐 就是很多人 要说处理到 人就很少 眼离解脱 那么 虽然如此 就是末法时代 修学 妙法有四种障碍 但是我等当起大人力 我们会用这个 大人力 法身不上的人力 不可思议 他从法身献起的 着忍入一 我们带头大家 受词读诵解说 书写 乃至于种种供养 不齐生命 吃其不可为之 乃至不齐生命 这个末法时代 受词法 竟有四种障碍 但是 要是说 相对来说 比较严重的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善根减少 多增上慢 我们解释一下 大圣佛法的修学 有两个重点 老师不上说 佛法大海 信为人入 赤为人入 就是 如果把法华经 辟誉做整个 真如法性 三昧之海 你只要进得来 烦恼可以解决 业障可以解决 但是你有本事先进来 就怕你不得其门而入 那么 要进入法华经 那性根就很重要 如果我这个黄桃很重 夜战很重 法华经不怕 因为真如三昧 本来就超越阴眼 他直观你的 本来面目 所以你看龙女 他都可以转身成佛了 但是怕就怕什么 怕你进不来 你这个 法华经的门 你找不到门 你找不到门 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善根减少 所以你这个人 怕就怕在 你没有善根了 你听到法华经 不生耗药 佛华被动都没有用 所以你这个人 一听到法华经 你完全没有感觉 你也不会想要去追求学习 那就没办法了 佛华不能强迫 你没有善根 第二个 你有善根 但是高慢 你不肯谦卑地向你他写行 你也进不来 其他的你说 你贪爱烦恼有多重 你没有出离心 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说实在 你只要肯写华华经 学到最后 这都不是问题 你只要内观争夺 争夺上面一线前 这个一言所生法 都是希望下 所以这四个障碍 最严重的这两个 第一个里面三个 第二个你一起正上班 这两个 好我们看 几月的声闻发言 他国流通 看经文 二十 众中五百阿罗汉 德收记者 白佛言 世尊 我等一字誓愿 于一国土广说此经 富有学无学八千人 德收记者 从坐而起 合掌向佛 做事誓言 世尊 我等一当 于他国土广说此经 所以这和 是娑婆国中 人多必恶 怀增上脉 功德浅薄 乘着 产取 心不实故 那么 这些两万菩萨 说完以后 这个众中五百阿罗汉 就前面授记的 五百地址授记品 白佛言 世尊 我等一字誓 来弘扬法华金 但是在哪里呢 不是在说佛世界 在异国 在他方国土 相对清静 安稳的国土 也有前面 学无学人 八千人 德记者 也从坐起 做事言 世尊 我等亦当于他国土 来广说此经 为什么呢 他讲出个理由 因为我左二世众生 人多必恶 这个必恶是贪反老众 华语 真上慢 高慢心众 功德浅薄 大胜善根浅薄 第四个 称着残取 心不实骨 称着就是称心 称心就产生 乌着 乌着我们的大悲愿意 第二个残取 就是互相欺骗 我欺骗你 你欺骗你 大家都不真实 这个 三文弟子 对于 说佛世界 障道的一眼的看法 大致跟法圣菩萨 大致相同 但是都多提出 两个烦恼 第一个称卓 第二个残取 的确称心 其实大致佛法是这样 你有点贪爱 还乱不了 还有救 但是称心就问题严重 因为你整个法华经的两大根本 清清心普敌院 你这个称心 直接伤到你的大悲普敌院 所以这个称心是要对峙的 那么残取也是 因为你这个人虚妄 经常你嘴巴说的 跟你心里想的 都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维世学上说 你一个人经常 就是你这个人经常讲话 就是不想讲你真实的话 这养成习惯有什么缺点 你这个不堪教诲 没有人可以教你 法师跟你说 师父跟你说 对对对 我都做得到 结果 就是你讲话不真实 就很难教诲你了 所以在整个烦恼当中 疑痴 高慢 称心 还有残取 这是障道的 这是要调普的 这个是这样 我们看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 偏重在修善 所以你看法生菩萨 他看收破世界的众生 他比较偏重在 你是不是能够生善这一块 生文法是偏重在破恶 所以他对烦恼细节 他有更多的 更多的了解 他提出了更多的参着残举 虽不真实 那么总而言之 生文重是不愿意在 梭博世界弘扬华华经的 法生菩萨 是愿意在梭博世界弘扬华华经的 这个地方讲出这两段 好 我们今天先向到这 向下文长复在来日 我愿意在梭华华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妙法莲花经 作为法师慈悲 作为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1面 我们看几三的诸尼请义 凌解八月 那么这一颗是基门流通的第四品 嵌词品 嵌词品的大意是说 释迦牟陀佛讲完基门正宗以后 把整个开前显示的观念讲清楚了 也为诸地址授记了 所以整个基门的所谓的一佛正的思想 已经是圆满了 所以释迦牟陀佛也即将灭渡 但是灭渡前 佛陀对于未来末法时代 宝华经的红传心中有所忧虑 因此他希望能够趁他还在世的时候 希望以会的法身菩萨出来发愿 来复持法华经的流通 那么未来佛陀为什么会有所忧虑呢 这个地方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法华经是成佛的正义 这个正义一旦传承断灭 那末法时代就没有人可以成佛了 没有成佛 当然就没有法宝 也就没有圣宝 所以这个地方是事关重大 那么法华经为什么是成佛的正义呢 就是说 诸位 大家听了这么多法华经 如果有人问你说 那你最大的受益是什么 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 就是建立佛陀的知见 就是说 从今以后 你看生命的态度 角度改变了 我们没有些法华经呢 我们刚开始学佛法叫做诸法因缘生 这个因缘是什么 就是业力 所以我们在看人生的时候 是用业力去看人生的 而这个人会快乐 因为他有善业 这个人会痛苦 因为他有罪业 那么用业力在看人生有什么缺点呢 你会把人生啊 看成一块一块 因为因缘法强调的是什么 是差别下 你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业力 我跟你也不一样 那么就建立了整个死法界的板块 佛陀有佛陀的法界 众生有众生的法界 那么这样子呢 从业力的角度 我们很难看到 法界之间的交集 这个就是因缘观的不足的地方 他把整个法界做一个区隔 但是真如观就不一样了 真如观呢 他是从真如的一心 来看死法界 就是说死法界其实是 因恋心 念头一动 所变现出来 所以是因恋心性 其空其脚其重 所以我们从因恋心性的角度 来看佛陀啊 那么佛陀的功德庄严 是如梦如患 我们凡夫的业障身重 也是如梦如患 所以他产生一种自他不恶 也就是说 你用真如观来看人生啊 你就跟佛陀 站在同一个基准点 就好像说 如果今天 一个离家出走的孤儿 他选择离开家庭 在外流浪 那么他跟大富长者 是很大的落差 他是一个贫穷下贱 大富长者呢 是一个 居住大富大贵 但是如果这个孤儿 他选择回家的时候呢 那么他跟大富长者 就是一家人了 那是一种父子关系了 所以居住家业变成怎么样 变成是迟早的问题了 所以华华君的书圣就是 他把我们一种 向外攀岩因岩法的心 把他带回到我们内心的 本来面目 让我们跟佛陀 站在一个 同一个心性的角度 来看人生 那么从今以后 你会觉得改变生命是 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坚固 而是相对容易 因为一念心性 你本来就记住佛法界 你本来就记住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 从一心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不是十万亿佛土 你去看阿弥陀佛 它也不是那么的遥远 所以这个整个 华华君的核心思想 就是从真如而建立 死法界 这个是我们过去 从因缘建立死法界的 一个很大的突破点 而这也是整个成佛的正义 所以当整个真如思想 在这个事件消失以后 这个法就没有了 那这个佛法 变成一种差别法了 就是佛陀 有佛陀的法界 对我们来说 是高不可攀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呢 事关重大 整个佛法的传承里面 成佛之道是关键的 所以 法华君一旦断了传承 那么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对因缘法业力 第一个 我们选择接受 那你就走人间称 既然业力不可改变 那我就怎么样修缠 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 第二个 你选择逃避 就跟阿罗汉一样 我用空性的法来 把因缘法断掉 进入偏空裂半 我选择逃避 我没有办法改命理 我就离开了 所以当真如思想 这个传承断了以后 那第三层的佛 就是佛地址就没有 所谓的中道的概念 就是你只能选边了 你要么选有 你要么选空 你要么你的学佛 就是追求快乐 你要么就是 进入涅槃激净 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没有所谓的 一心疾空疾脚疾走 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对佛法的伤害 就很大 众生只能够安乐 只能够解脱 就没有成佛之道 这件事情 所以佛陀的第一个忧虑 就是因为 他是成佛的阵营 第二个 他难信难解 就算有人跟你讲 你也不见得能够产生性情 你说我们一念心 它的本体是清净的 但是它又具足一切的万法 就是当我们的心 受用归体的时候 万法维持一心 这个时候心 是不动的 就是你的心不动的时候 它是既清净又具足 就是一个明了的心 但是你念头一动 那就一心延伸犯法 那就死法界出来了 个人动个人的 众生动的是 贪生事的烦恼 就走自己的法界 那么二生人动的是 无常无我的念头 那就走上空心涅槃 所以 他整个思想 这种 从一心开出死法界 这种长同长别 急功急脚急中的概念 这很难信解 所以他必须用这种大菩萨 必须怎么样 你要有慈悲耐性 第二个 你要有善巧范别 所以佛夺 期待 法身菩萨出来 承担这个重则 重任 所以就有这一品 欠世品 佛夺 希望能够由 以慧的法身菩萨来 承担末法 洪传的重则大任 好 我们看几三的 诸尼请记 凌解发愿 这一段呢 是说明这个 比丘尼 在听完 这个三周说法以后 请佛夺受记 并且临解发愿 那么这地方有三段 看更衣的大爱道尼 请记 看经文 而时 佛一母 莫合波舍波提 比丘尼 与学无学 比丘尼六千人聚 从座而骑 一心合掌 瞻仰尊言 目不在舍 与世世尊 告交谈你 何故忧涩 而是如来 辱心将无 为我不说辱名 受阿闹多罗 三秒三不提 计 焦谈你 我先总说 一切圣文 皆已受记 尽如欲知记者 将来之事 当于六万八千亿 诸佛法中 为大法师 即六千 学无学比丘尼 俱为法师 如如是 见见举扩刹道 当得作佛 好一切众生 喜见如来 应供 正辩之 名横足 善事 世间节 无上事 调欲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焦谈你 使一切众生 喜见佛 即六千菩萨 转次受计 得阿闹多罗 三秒三不提 我们看大爱道 比丘尼的情记 尔时 这个时候 佛陀的姨母 摩波舍波提 比丘尼 摩波舍波提 就叫做大爱道 佛在世的时候 出家弟子 他并没有 重新安立法号 就是你世俗 是什么名字 你就用这个名字 来当作你出家的法号 那么大爱道 他的一个 跟佛陀的关系 是这样子 佛陀出生 七天以后 他的生母 就是摩耶夫人 就往生了 所以他的整个长大 是他的姨母 就是摩耶夫人的姐姐 他妈妈的姐姐 把他给抚养长大 所以大爱道比丘尼 对佛陀 是有养育持恩的 那么他在七十五岁 出家以后 那么就跟佛陀 学习 后来也正在阿罗汉国 所以在法华会上 他带领了这个 六千个建树 成一个广大的 比丘林僧团 从作而起 一心合掌 瞻仰尊严 目不战舍 那么目不战舍 就是说 其实他的请记 并没有说话 他只是用他的举动 用他的目光 那么来向佛陀 祈求 佛陀受祭 那么这个时候 佛陀等于主动的 告诉乔坛民 乔坛民就是 释迦族的一个总性 他说 你为什么 以此优利的容色 来看着如来呢 难道你的内心 是否认为 我不会称定你的名称 来为你受祭吗 就是佛陀主动的 来为这个 大爱道比丘林受祭 那么佛陀就说 乔坛民 我先前已经为了 一切生物来受总祭 但是我现在呢 要为你受别祭 这以下就讲到 受祭之文了 说将来之事 如等 就是包括了 大爱道比丘林 包括他所带领的 六千个比丘林的生团 未来当以六万八千亿 诸佛法中 为大法师 成佛啊 你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就是你成就佛陀之见以后 第一个 你要亲近十方诸佛 广学无量法 成就总职 第二个呢 你的分身啊 要到众生法界去 弘扬佛法 广度众生 所以他这个做大法师 也就是说呢 我们成就 法身佛以后啊 你出地有一百个分身 当然那个分身不是说 你每一个分身都想要成就应身佛 但如果你要成就应身佛 三十二项八十正好的应身佛 那基本上一定要复制正法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这些的 比丘尼三团呢 如是的 渐渐的修学 菩萨道 这就六度的法门 当得作佛 好一切众生 习见如来 这个是说明他成就应身佛的 这个相状 说这个应身佛 射向光明庄严 见者欢喜 那么乃至于后面的十种德号 如来应购乃至于佛世尊 乔达明是一切众生 喜见佛 及六千菩萨 转世受尽 就是说 大家到比丘尼 他往生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佛的位置 传给他的弟子 如是的辗转 他不是同时成佛 但是一个往生以后 另外一个就接着成佛 那么他的整个佛名跟国土 都完全一样 所以就叫做转世受尽 大家到比丘尼 他是整个佛陀在世的身团里面 第一个出家的比丘尼 之前都是射受难重 那么他出家的时间其实很晚 他75岁才出家 算是高龄出家 但是他成就阿罗汉以后 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高深的禅定 这是很难得 因为一般年纪大的时候 他对禅定一般是放弃的 那么也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有禅定 阿罗汉里面有的是会解脱的 他的禅定可能是未到地定 所以未到地定 他如果没有进入出禅 他就没有神通 所以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有了阿罗汉 你跟他看他的行为 就跟你完全一样 他该吃饭睡 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他也没有神通 但是他是阿罗汉 他内心当中有无声的真理 跟他的心相依 那么他死的时候 也是一般的就叫死掉 但是如果这个阿罗汉是有禅定的 特别是有世禅 那就是大爱道比丘尼 大爱道比丘尼活到120岁 有禅定的人是寿命很长 在临终的时候 他用他的神通力 飞到恒河的空中 然后放出青黄四白 四种颜色的光明 然后最后进入火光三昧 用这个火把自己的身体烧掉 进入涅槃 佛在世的时候 他不允许出家中选神通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你禅命中的时候 可以选神通 你为了要证明这个法的功德 证明禅定的功德 要鼓励后世 只有在灵命中的时候 可以选神通 那么这个是大爱道比丘尼 他的禅定的殊胜 我们看下一段 更二的耶稣陀罗请记 看经文 那么时 罗赫罗姆耶稣陀罗比丘尼 做事念 是曾于收集中 独不说我名 托告耶稣陀罗 如雨来世 百千万亿诸佛法中 修菩萨行 为大法师 建具佛道 与善国中 当德作伯 后巨族千万光相如来 应供正辩之 明恨族 善事 世间结 无上事 调遇丈夫 千人师 佛 世尊 佛数 无量 阿生 世间结 那么前面讲到 大爱道比丘尼 这一段讲 耶稣陀罗比丘尼 其实这两个 跟佛陀的关系 都非常密切了 耶稣陀罗是 佛陀俗家的夫人 是罗赫罗的母亲 那么佛陀为了 他的姨母 大爱道比丘尼 受完祭以后 这个时候 耶稣陀罗心中 就动念头了 他怎么想呢 他说 世尊在受尽当中 为什么单独 没有称略我的名号 为我受尽呢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佛陀的 他心中 他自然就知道 这件事 就主动地 以大悲心 告诉耶稣陀罗 说 如一来世 在百千万亿诸佛法中 也是一样 亲近十方诸佛 那么 乃至于广度一切众生 来修学六度万恨 那么 作为大法师 见记佛道 慢慢地积极 付费两种吃粮 而成就佛道 在哪里成就佛道呢 在禁国中 声闻弟子 基本上喜欢成就 亲近国土 这个禁国中 就是亲近的国土 他的法号叫做 记住千万光相如来 也是一样 身相光明庄严 那么 印共正偏知 乃至于天人师佛 世尊 佛寿 非常的久 无量阿珍 集结 耶稣陀罗的印身佛 他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圣像庄严 当然这个圣像庄严 是在阴历的时候 辞戒 跟忍入 所成就的 第二个呢 佛寿久远 这个就是禅定了 你行不载道的时候 你要加修禅定 那么 他就会产生 佛寿的久远 那么 整个法华经的授记 照这里等于是 全部圆满 我们把这个授记 做一个总结 佛陀授记 在经文当中 有两种情况 一个叫通记 比方说 我们今天是生长 在末法时代 那我写法华经以后 我改变我的观念了 我不再用阴言 来看人生了 我用一念心性 来看死法界 所以 极乐世界 虽然十万一火土外 对我来说 它不离开我一念心性 所以我动念极道 因为整个法界 在我一心当中 那这样子恭喜你 你已经成就佛陀的知见了 那佛陀是不是应该 为我授记呢 是的 受通记 佛陀给你说 你未来当得成佛 但是没有时间 没有佛号 没有国土 为什么 因为你会退转 你只是理官成就 但是你世修薄弱 你有烦恼跟业力还在 那么这种会退转的时候 记住 佛陀的智慧 它永远是限量界 它不落比量 就是佛陀不做任何议策 所以这件事情 还有变数 佛陀会选择莫然 但是佛陀只要讲出话 这件事情就是定案 所以佛陀只为对于 成就出国以上 成就为不对以上的 进入佛之间的受别迹 为什么出国以上呢 因为他已经不会退转 这个人在成佛之道 他的模式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以后成佛是怎么成佛的 他喜欢禅令 他喜欢神通 他喜欢有各种变才 所以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 佛陀才会给他受别迹的 那我们一般凡夫呢 可能你精神学一学 你男生生天了 然后呢 可能事件就暂时退死了 所以佛陀不为这种 不定种性的来受别迹的 因为佛陀不做任何预测 佛陀的心永远是限量 那么到此内整个寿迹就圆满了 好 我们看庚山 尼众临结以后 而发掘的菩提 看经文 那么前面的 佛陀为了带来到比丘尼 跟耶稣说到比丘尼受祭以后 这两位比丘尼 跟他的建筑 皆大欢喜得位成有 就在佛前就发愿 他说 伟大而尊贵的导师 你老人家作为人天的 这个皈依 那么你老人家 连善巧方便 来说法安稳天人之心 我等听到受祭以后 内心安稳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自知当作佛 就感到安稳 那么 朱比丘尼说完祭以后 就白佛言说 世尊 我等一人以他方国土 就是辟开的 苏博世界五卓二十 到七方 清静的国土 来广宣滑滑滑井 我们看整个 声闻地址 到目前为止 都是不愿意在 苏博世界五卓二十 弘扬滑滑井 这个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苏博世界 进入五卓二十以后的根基 就是本身就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善根转少 多真善慢 你缺乏中到实相的善根 你看有些人 你刚刚讲中到实相 你讲半天 他没有把我接受 他永远要选边的 你要讲空性 他可以接受 你讲有相 他也可以接受 你要把这两个 放在一起 他没有把我接受 一切把极光极强集中 他没有把我接受 为什么 善根转少 所以如果你们 今生学完法华 竟然你男生 不管在说佛世界 或者到极乐世界 你在接受中到实相 你就相对容易接受 那么到了孟华时代 第一个 大家思想开始偏激了 走上的恶分空有的对立 第二个 更糟糕又高慢 所以就很难教化 这个是从众生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 从种性来看 欧依达士说 菩萨种性 他在因地修学 他的特点 李观强 世修弱 菩萨基本上 喜欢广学多文 所以他整个成就法生以后 他对教化众生 这个事物外变 是他的专场 那么三文重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李观强世修强 禅定 三昧 这是他的特色 就是要显神通 菩萨不是生文的对手 所以从教化众生的角度 生文地底的确是他的 比较薄弱的这一块 所以他不敢去挑战 这么难度的众生 说这个孟华时代 上根转少 多真上满 所以佛陀只能够期望于 法生菩萨 我们看佛陀是怎么个期待 看乌恶的 明嵌死 那个嵌死呢 就是佛陀用 默然的注释眼光 来劝勉以悔的 法生菩萨 在末华时代 寿司流通 好花经 有暗示的方式 好 这个地方有两段 第一段是长行 长行当中又分两段 先看第一段的 菩萨寝赐 看经文 二十 世尊是八十万亿 那由他诸菩萨摩赫萨 世诸菩萨皆是阿维约志 转不退法轮 得诸托罗尼 急从做起 至与佛前 一心合掌 而做事念 若世尊告斥我等 实说此经者 当如佛教 广宣四法 复做事念 佛今莫然 不见告斥 我当云合 那么这段经文是说明 以后的法身菩萨 他心中祈求 佛陀给以明确的指示 我们看是什么情况 二十 那么佛陀跟这个 比丘尼受完记忆以后 佛陀就把他的眼光 就注视到 以后的八十万亿 那由他这些法身菩萨身上 但是佛陀那个时候 是保持默然 并没有说话 那么在一注视的时候 当然 佛陀的任何动作 都一定有 一定有因缘的 这些菩萨 是什么情况 从自立的角度 都是不退传 八业为止 大正不退传 往前处说 叫做出地 往深处说 叫做八地 无共用恨 至少是出地到八地 这是从自立的角度 从立他的角度 转不对法轮 得诸佗陀罗尼 他们都能够 开选中道的实相 而且内心 总是一切的 全法的要义 全十二法 都是通达的 那么这个 法身菩萨 被佛陀这么一看以后 就知道佛陀 可能是要鼓励他 出来 承担 弘扬法华经的 重责大人 就站起来到佛前了 一心合掌 那么心中就这样想说 如果世尊 这个时候开口 明白地告诉我们 未来在 索婆世界 五座二十当中 能够受持 红传法华经 我们一定会 顺从佛陀的教诲 来广宪施法 那么他动这个念头以后 又动到第二个念头 但是 为什么我们站起来 合掌的时候 佛陀还是保持默然 而没有明白的指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段经文 偶尔大师说 其实佛陀的心理 是寄望以法身菩萨的 因为僧文弟子 虽然他 入了法身 但是他还是 不愿意到 苏博世界来弘扬佛法 那么 但是为什么佛陀 不明白的告示呢 偶尔大师说 这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上来佛陀赞美人法 示意以足 不凡赴也 佛陀在法师品里面 不断地赞叹 弘扬法华经的人跟法 道理讲很清楚的 佛陀不想再说了 第一个 第二个 为将故身闻 他方之愿 故步称阳 因为 以会的不是法身 的菩萨 还有身闻弟子 那么如果佛陀 开口要求 法身菩萨 在末法时代 弘扬法华经 那么在座的身闻弟子 就会感到压力了 所以 为了江户 身闻弟子 他方弘法之愿 所以故步称阳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希望法身菩萨 你主动地表态 因为你主动地讲 身闻弟子没有压力 它反而会产生一种 效法 那么佛陀指定你出来弘法 那么没有指定身闻弟子 那某种程度呢 对身闻弟子会产生压力 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主动地发愿 因为我该讲都讲了 所以佛陀就默然 我们看更恶的顺佛法使 这个弟子们 当然就明白了 就开始发愿了 看经文 十足菩萨净顺佛意 并于自满本愿 便于佛前做狮子侯 而发誓言 师孙 我等于如来灭后 周旋往返十方世界 能令众生书写此经 受持赌顺 解说其意 如法修行正义念 皆是佛之威力 威愿世尊 再于他方 摇剑守护 那么法僧菩萨在佛陀 默然的时候啊 他们就知道佛陀 希望他们主动地发愿啊 那么他呢 发愿呢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禁止佛意 就是 既然佛陀要我们承担 我们当然就是 敬世佛陀的教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自满本愿 这是主要因素了 我们凡夫啊 在修行过程当中啊 我们强调的是 智力 就成就清静一心嘛 成就法僧 但是到了法僧以后啊 你的重点开始转成菩提愿了 因为你要成就一化身 所以 那你要成就一化身 当然你一定要发愿去广度众生嘛 要广节善演嘛 你以后的国土才有建属 所以他一方面尽顺佛意 一方面呢 希望能够满自己因地所化的菩提愿 所以在佛前啊 做施子吼 就是内心啊 非常的坚定 无所畏惧的立下誓言 他说尸尊 我等于如来面后 到了五卓二世啊 我们将周旋 周遍往返于十方世界 那当然这个十方世界也包括了娑婆世界 那么而且以上小方便来使令众生发心书写 受词法华经 乃至于读诵法华经 乃至于为人解说 如法修行 最后成就心中的正念 其实整个法华经的重点在于成就正一年了 就是改变你的思考模式 比如说 当我们拜善的时候 我们站在亲近心 菩提愿的角度来拜善 这个业障是如梦如幻 当我们往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存在我们心中 也就是一个影像 这就是一个一心三观的思想 那么 这影像就 祈求佛陀 皆是佛之威力加持 为焉世尊 在于他方 摇剑守护 摇剑守护 所以法身菩萨的弘扬佛法 有两个因言 第一个 他自己的菩提愿力 第二个 来自于佛力的射手 希望佛陀来射受他 来开他的智慧 来帮助他能够弘扬佛法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 整个残行就结束了 我们看其二的重送 重送当中分成三段 第一个 更衣 安忍之道 那么在幕法当中 弘扬佛法经呢 我们有说过 这个根基是有问题的 它不是一个容易教化的根基 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障碍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 这个地方就讲到安忍之道 这地方有三段 先看信一的《恶世红经》 看经文 即使诸菩萨据同发声 而说即言 为怨不为律 与佛灭度后 恐怖恶世宗 我等当广说 这段是一个总标 那么法僧菩萨这个时候呢 就同时发生 就讲这个祭奏 我愿世尊啊 你老人家心中 不要有忧虑 不要忧虑什么呢 不要忧虑佛种的断灭 因为在佛灭度以后啊 那么众生陷入的恐怖 这个恐怖指的是外在的环境 有各种的灾难 恶世指的是我们 到末华时代 内心的烦恼邪见也比较赤胜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等当广说 我等当依旨菩提燕丽啊 来广泛的先说 宝华经的依佛城的庙里 这个是一个总标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心恶的 所忍之境 所忍之境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那么所忍之境呢 是法身菩萨 他先议策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他议策 未来在末华时代 你要为你的童章道友 讲忠道实相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的状态 先议策出来 能够提前的防范 第一个 就是外户居士的障碍 那么居士在面对忠道实相 什么障碍呢 有助无治人 恶口骂力等 居士对佛法的修学 基本上是片段 所以他呢 基本上是有很坚固的法旨的 那么听到说 万法为师一心 他就不高兴了 就怎么样 恶口骂力 甚至于诽谤 乃至于用刀杖来伤害 这个洪华者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法身菩萨 应该怎么办呢 我等皆当人 我们一般在家议士 学佛 大概就在佛法当中 写个一招半事 喜欢败战就一路败战 我们在一开始修学的时候 不是全面修学佛法 喜欢做义工的 就一路做义工 喜欢辞戒的 就一路辞戒 就是在痛苦当中 抓住一个单一的法门 靠这个法门的功德力 来给自己一些 消业上征服费的机会 那么 当然这样子 刚开始就是靠信仰 没有什么理官的智慧 那么 这个时候 你突然间跟他讲说 你不要以为说 法律不可思议 其实你能力的心 也不可思议 你的观念如果改变的话 你可以变成一种互动 就是 把单向的修学 变成双向的修学 比方说你练过 我们一开始是 我是业障分 佛朵是万德庄严 那怎么办呢 我就通声靠道 我什么都不死 那么你刚才想说 你不要认为你什么都不死 其实你的因地有佛性 你能力的心 是清静是清静的 是具足的 那么你所念的佛 只是脱比佛力 来开启你自信的功德 那当然这样就更圆满了 就是把单向的修学 变成双向的修学 能力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不可思议 变成两种力量 外力跟内力的结合 但是如果说 有些人对于 法力的执着特别重 排斥心力不可思议 他可能就毁谤 来自于各种伤害就出来了 这是法身菩萨的第一个意义 来自于外护基势的障碍 第二段就是佛门内部的诽谤 因为基势基本上就比较单纯 就是没有智慧 这是第一个 但是佛门的问题就复杂了 我们看看第二段的 白色佛门内部的诽谤 这地方有四段 看经文 第一个 真上慢 那么在佛事中的比丘呢 他很可能怎么情况呢 邪至心残局 就是心中有邪见 而且呢 他内心是虚伪不死的 他表现装出一种修行的样子 那么魏的魏魏的我慢心充满 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就大功德了 其实不是 他完全是把自己给高举了 这个一个人会真上慢 比如说你一个人非常懈怠 都不做功课 我看你也起不了真上慢 真上慢 就是这个人基本上是有做点功课的 那么在 甚至于在佛法的修学当中 他有点少少的心得 然后呢 然后就得少为主 就觉得这样自己不错了 因为他看佛教 他没有全方位的 从一念心性 集空集脚集中来看佛教 他是从一种单向的 修某一个法门 成就某一种功德 然后产生得少为主 那么产生真上慢 真上慢的危险就是说 他容易办法 他容易办法 这是第一个来自于真上慢的障碍 第二个 我们看修古恨的情况 那么第二段呢 也是法圣菩萨对未来的情况的意言 他说啊 有一种人是阿兰多 他也离了世间的城牢 到寂静处去修学 他怎么修呢 纳意在空闲 他穿着破旧的衣服 那么自卫行真道 自己这个是修的 修古恨是修行唯一的真实道 所以呢 内心就清见这些 在世间弘扬佛法的法式 就说里面这些法式都是放逸 攀岩 那么这是第二个 就是以修古恨 执着古恨呢 而清见弘法的法式 这是第二个 看第三段 贪力养 贪着力养固 于白衣说法 为世所恭敬 如六通罗汉 世人怀恶心 常念世俗事 假名阿脸若 号出我等过 而作如是言 此诸比丘等 为贪力养固 说外道论意 那么贪力养呢 就是属于他这个 也是一个红法的法式了 跟前面的修古恨 曾善慢了 就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法式呢 贪着力养固 那么平常跟白衣说法的时候啊 他的目的呢 为世所恭敬 追求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 如六通 六通罗汉 他把自己当作六通罗汉 阿罗汉 他是一个应供 他接受人家的供养是应该的 所以他把自己认为说 他自己得到应供 是得到供养是应该的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人啊 世人怀恶心 他心上有贪称的烦恼 常念世俗事 平常也是经常意念 财色名三种有落的敬言 贾名阿兰若 虽然住在山中 其实只是表面的寂静 他内心其实不寂静 那么这些贪求力养的法式呢 耗出我等过 容易去批评啊 这些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他怎么批评呢 此处比丘等为贪力养故 而说辞外道的论义 他把这个万法维持一心的 中道实相当作是外道的论义 而且说啊 好 我们看 看下一段 自作此经典 狂惑世间人 唯求明文故 分别于世间 常在大众中 欲毁我等故 向国王大臣 婆罗门居士 急于比丘众 诽谤说我恶 未是邪见人 说外道论义 第四种是邪知见人 那么这种邪知见人 就说这些 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是自作此经典 自己编辑的法华金 那么目的呢 为了狂惑世间人 说这些法师 为了追求明文利养啊 才去分别解说法华金的 那么 并且常在大众中啊 为了毁谤 这些 弘扬法华金的法师啊 就向这些国王大臣 有权势的基士 或者有地位的婆罗门基士 乃至于其宜的诸比丘众 就诽谤说我恶 就诽谤这个法师的 种种的过失 说这些法师都是邪见之人 说外道的论义 那么这个是讲到 邪知见的诽谤 好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 我等敬佛顾 西人士诸恶 为师所清言 如等皆是国 如此清漫言 皆当忍受之 那么 法山菩萨在一言前面的 各种的毁放障碍以后啊 他也提出他自己怎么面对 我等敬佛顾 西人士诸恶 就是说 我们为了敬顺佛陀的教诲 既然佛陀要我们在 末华当中 弘扬法华金 我们就尊重佛陀 只要是靠着尊重 就皈依 我就能够安忍前面的 种种过失了 那么即便这些人啊 用清贱的言识来说啊 如等皆是佛 这句话 其实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呢 他这个口径是一种畸形 说哦 你们这些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都已经是佛了 那么如此的清漫言识呢 我等皆当忍受 这段的意思就是说 在末华时代 你 你跟你的同参道友讲 人天的善法 有向的修学 他很容易接受 他说你做义工 你身体会好 你拜占 你消业障 他马上就接受 这是有向的修学 或者你讲一些恶症的解脱 这样无常无我的智慧 进入到一种我空的涅槃 他也可以接受 就是想空能力接受 想有容易接受 这种恶言对立的法师 容易接受 但是你讲一念心性 即空即假即中 从一念心性看人生 长同长别 这种不失意见的 是很容易 很难被接受的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新山的 庆佛安忍 这地方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昨节恶事中 多有诸恐怖 恶鬼入其身 骂力毁如我 我等净信佛 当着人如铠 唯说是经故 仁慈诸难事 前面是讲到 这个 弘扬中道实相 所面对的 外境的障碍 这以下说明 那应该怎么办 法圣菩萨应该怎么面对 就讲到这个 面对的方法 第一个 禁止佛教 说在五座二世当中 多有诸恐怖 恶鬼入其身 所以有些人 他毁谤你 也不是他想毁谤你 他是怎么情况呢 因为他向外攀岩 感应神通 结果有恶鬼 跑到他的身体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恶鬼 他是要来破坏佛教的 所以借此他的身体 来骂力毁谤我等 弘扬法师 那么我等因为 尽顺佛故 所以申请 着忍入之铠甲 为了弘扬法华经 安忍诸难事 这是第一个 静述佛教 再看第二段 心中的视线 我不爱生命 但惜无上道 我等于来世 不持佛所诸 这段经文是说明 这个法身菩萨内心 是怎么想的 面对这些历经 他怎么想 说 我不爱生命 但惜无上道 法身菩萨 他对于射身的伤害 乃至于生命的断绝 是不当一回事的 因为他的整个 生命他不是夜感 他不是夜暴身 他是趁夜而来 那他在乎是什么呢 但惜无上道 他在乎的是 他心中的菩提眼 能不能实践 也就是说 我们凡夫来到人生 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感受太强 就是我们喜欢去 接受外在的信息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这感受牵动的业力 所以我们对于 过去所造的散热业力 怎么样呢 照单全手 业力让你快乐 你一定会快乐 业力让你痛苦 你也只好痛苦 因为你的内心 就是整个门打开的 用感受来面对一切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害怕痛苦 害怕死亡 那么圣人的心 这感受已经被收起来 他没有这个感受的问题 他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他把人生当作怎么样 当作历练 我们把人生当作什么 当作受用 我们是来受用过去的业力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没办法选择 就照单全收 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那整个凡夫的世界 就一句话就讲完了 万般皆是夜 半点不由人 为什么 因为你把感受的门打开了 你用感受 来引导你的生命 你只要重视感受 你就被业力牵着走 那么法僧不是要 把感受的门关掉了 他打开是什么 打开的是菩提的愿力 他把人生当历练 所以他的话就说出来 我不爱生命 但行无上道 我等于来是父子佛所主 就是生命的痛苦也好 死亡也好 他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的在乎的就是理想的实践 这个是法僧菩萨的一个心中的想法 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 那么世尊自当之 在讲完以后 就向佛都拜告说 你老人家心中应该能够证知 我们在未来的五卓二师当中 有很多的在家出家的弟子们 不知佛方便 谁以所说法 当他修布施 修慈戒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想到 布施本身所带给他的功德下 布施成就富贵的果报 慈戒成就尊贵的果报 所以他会把重点放在果报 他不会想说 佛多修布施是要我们成佛的 慈戒是让我们 透过慈戒来改变我们内心的世界 他不会这样想 他不知道佛多施设全法方面的目的 只是怎么样呢 只是随众生的根基 产生的调伏跟引导 所以他们就在全法产生执着以后 对于佛多的真实法 要持权而诽谤真实 这产生恶口的诽谤 乃至于贫处 贫处就是这个人稍微好一点 他嘴巴不开口 但是心里不高兴 就皱眉头 乃至于硕硕见秉出 就把这个如法的法师 秉出身团之外 此令这些红法的法师 引以以塔庙 如是等以上的众多的过失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红法的法师 怎么办呢 念佛告示故 皆当忍世事 所以我们看到法身菩萨 在面对逆境 他很单纯 这两个理由就是说 你遇到了伤害 你怎么面对 我两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 我意念佛头的教诲 佛头要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第二个 意念我的菩提愿力 我是为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因为法身菩萨 才把感受给收起来 感受有问题多大 受 第二个产生想 这个一个感受刺激你的时候 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然后呢 然后产生醒 就开始执着了 我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所以他整个感受 是开启了我们烦恼业力的大门 法身菩萨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把感受给收了 感受一关 思想也关掉 执着也关掉了 那么打开的是什么 开的是菩提愿力 所以 对于法身菩萨来说 他面对逆境 其实是法身菩萨面对逆境 讲一句话就讲完 看他要不要接受 他有能力坚持下去 但是他也可以能力 那既然度化众生 他也可以选择到 其他的好度的地方去 他也可以啊 反正菩提愿 没有特定的目标 但是 但是 释迦摩尼佛 希望他们在说法世界 这个理由就够了 就是说 我可以不来 十方世界这么多嘛 但是既然佛陀要我们来 那我二话不说 尽顺佛教 我们就来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法身菩萨对面逆境是相对容易 那如果是防卫菩萨呢 防卫菩萨就看安乐行品了 佛陀有另外的方法 面对这个逆境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5面 我们看庚二的通君之法 那么全面讲到是安忍之道 安忍之道呢 他所面对的庚基啊 是一个大乘庚基不成熟的众生 什么叫大乘庚基不成熟呢 他可能是一个过去人天种性的众生 他追求的是安乐道 他也可能是恶称种性的众生 他追求的是涅槃之道 所以他不需要装道实相 所以你刚才讲装道实相 他可能会排斥你甚至于毁谤 所以面对这么多的逆言 怎么办呢 佛陀说四个事就可以了 安忍不动 安忍不动 这是面对大乘庚基不成熟 那么这以下的通君之法就是说 那如果你遇到的事 他可以介绍种道实相 比方说他上一辈子学过好话题 虽然他烦恼很重 业障也很深 他生长在梦华时代 但是他无量无边的烦恼的深处 他里面有一根魔力宝珠啊 他有善根力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 面对梦华时代有善恩的众生 应该怎么办呢 看经文 主聚落成义 其有求法者 我皆到其所 说佛所诸法 我是世尊实 主众无所谓 我当善说法 愿佛安稳住 那么如果到了梦华时代 有很多的聚落 聚落就是人群聚集的一些城市 这个聚落叫做小城市 城里呢 是人数比较多的大城市 来到了乡村的小城市 或者都会的大城市 如果到了末华时代 真的有真诚心 恭敬心 来向你求 一佛成的妙法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是佛陀的知见 就是佛陀在看人生 他到底老龄要是怎么看的 你可不可以把佛陀的知见告诉我 他向你求法 那么他会向你求法表示什么 表示他大乘根基成熟了 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借到其所 我要主动的到他基督的环境 说佛所诸法 宣说释迦坡的佛 你面度的时候 所嘱咐我的弘扬一佛诚的妙法 实力众生 成就佛种 来自于加强佛种 那么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用什么心态跟什么方法来说呢 第一个 讲心态 我是世尊时 储众无所谓 就是说我今天来说法华经 我是作为佛陀的使者 是佛陀派我来的 所以从归佛陀的角度 我的信中是无所畏惧的 因为是佛陀派我来先说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方法 我当善说法 愿佛安稳住 我因为以大悲善巧的方式来说法 实力佛陀不必再为 法华经的洪传 而感到忧虑 能够真正的安稳住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一个有大乘根基的人 来向我们求法的时候的说法方式 第一个 观想这是 我是佛陀的使者 第二个善巧发达说法 好 我们看庚山的总结试验 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 总结前面的洪传的试验 如今我等在世尊前面 乃至于十方诸佛前面 发起坚定的试验 前面的面对逆境 面对顺境的各种试验 佛自知我心 佛陀自然能够正知 我心中的土地烟磷 那么这段的倩施品呢 它主要的对象是法僧菩萨 就法僧菩萨面对禁言呢 它有两种差别 第一个 遇到的是根基不成熟 根基不成熟很简单 四个字安忍不动 当然有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你法僧菩萨 你为什么不跟他辩论 去改变他呢 其实啊 诸位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改变另外一个人 不可能 就是 除非他自己愿意改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佛教的辩论 结果哪一方是归顺哪一方 不可能 只有增加戏论 就是说 那就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能改变对方 那一个洪花者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只能够影响对方 就是一个注影 就是你已经有善根了 我帮你的善根 让它增长广大 就是这样 我们只是一个注影 我们不可能变成轻音 就是你完全不相信 我说到你相信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佛都说 安忍不动 不要做多说无意 不要做太多辩解 安忍不动 默默地离开就好 这是第一种 善根不成熟 那如果有人善根成熟 主动向你求法呢 那当然就是善巧方便 我是世尊师 储重无所谓 我当善说法 也否按摩主 善巧方便 两种方法 所以法身菩萨在面对禁言的时候 相对容易 那有人就说 那如果是皇位的菩萨 我到梦法时代 我也喜欢跟我同参道友 讲讲法华经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皇位的菩萨就看下一段了 我们看安乐行品 好 我们先看 副表第31 安乐行品 就是讲义的第48面 副表第48页 那么 首先我们看解释屏幕 这个安乐行是什么 把这个屏幕解释一下 好 看讲义 那么安乐这两个字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 事修 一个是 理官 理官跟事修两种 事修是偶一大师的解释 偶一大师说 身无危险 故安 心无有脑 故乐 安就是你能够远离 各种的障碍 跟伤害 跟伤害 你一个红华法师 起本要让你自己感到安全 那么第二个 在弘扬红华过程当中 没有各种的忧老 没有各种烦恼的活动 这叫乐 总而言之 身心安乐 三言清静 故能红从妙法 那么从事修的角度 就是要 远离伤害 远离烦恼 对外远离伤害 对内 不要去激发你的烦恼 这样子你才能够 护扬法法径 这是由事修 我们看理官 这个理官就有点深了 就是 你在护扬法法径的时候 你尽量做到 一切法中 心不动 我们的心是扰动的 一下子想东 一下子想西 为什么会扰动呢 因为我们取向分别 别人跟我们讲什么话 别人跟我们什么脸色 其实这个是外境嘛 那外境怎么跑到你内心去呢 就是说 外境跟内心本来是不同的法界嘛 他说为什么你 这个外境的这种 静也会跑到你内心干扰你呢 是我们自己把它取过来 放到心中去分别的 所以怎么办呢 就不起一向中都不动 你不要取这个向状 你的心就保持不动 第二个 不受 这是关键了 诸位 你如果要行菩萨道 你要到众生法界 苦恼的法界去行菩萨道 你最好把你的感受 就收起来 不要相信你的感受 你高兴也好 痛苦也好 你就照你原地的计划去做就对 其实不要说红华 诸位一个人能够坚持的做功课 也是要把感受收起来 时间到了就去做功课 不管你业不愿意 你如果跟着感受走 你这一辈子大概就一事无成了 一事无成了 因为感受是最容易误导我们 所以你要能够安乐 第一个 对外境 不要太在乎 第二个 对你内心的感受 你不要当一回事 那么这就是安乐 这是境界更高了 这是从观心的理观的思想 这个安乐的意思 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 法生菩萨 他安住清清心跟菩提 所以对他来说 生命没有什么安乐跟痛苦 没有这回事情 他根本就真的理想了 他安乐也好 痛苦也好 对法生菩萨 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但是凡夫不一样 凡夫的感受 是不可能完全关闭的 这是现实 所以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显摘性的去红华 所以后面会说 有些地方你不能去的 就是说 你要量力而为 你根本就不是 你没有这个本事 那 弘扬佛法就是 尽量让你自己保持安乐 因为你承受太大压力 你的弘法事业就做不久了 修行也是这样 其实安乐行品 包括你做功课也是这样 你把功课排得很紧 你一天工作忙完 生活作息完 你可能只有一个小时 你一定要排别人三倍的时间 你这个修行怎么样 不安乐 不会持久 不会持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 有感情有感受的众神 就是 诸位 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定位 我们是活在五蕴 射受小行使 我们是夜报神 所以我们深受感受的影响 所以怎么办 不管自立也好 利他也好 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安乐 你这样才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 既然安乐 那表示什么 你不能像法身菩萨 无差别的面对所有经验 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就不能去了 所以后面活动会讲到 深口意的 有些行为你不能做 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为什么 保持你的安乐 你才能够长长久久的 自立地下下去 这个地方是讲安乐 凡夫 要能够红化 先让你自己安乐 这是第一个原则 我们看经文要义 先看第一段 二 经文要义 一 上来鸡门正宗 三周说法 三根受祭 以令声闻人 回小向大 发不提心 鸡门流通中 佛赞美人法 且劝目 弘通妙法至无宗法师 前凭既得圣众 命红尺 今凭 为教初心菩萨 应加修 身 口 意 誓愿 等四安乐行 以兼顾义和乘之妙因 上来鸡门正宗 佛赞在鸡门当中 三周说法 开前显示 那么使令整个弟子们 进入佛陀的知见 最后成就受祭 那当中呢 令声闻人回小向大 发不提心 这是鸡门 的郑重 那么到了刘光芬当中呢 佛赞在法师品 赞美人法 赞美受持法法经的人 五种法师 赞美法法师的法 这个法师成果的捷径 而且呢 到了倩慈品 倩目红通 妙法的五种法师 所以前面的倩慈品呢 是得到慎重 来红持妙法 慎重是什么 是法身菩萨 那么这一品呢 是谁的红传呢 是凡位的菩萨 外凡 知良位的菩萨 那么外凡知良位的菩萨呢 是什么特色呢 内心有烦恼 而且善根又薄弱 就这种人 来洪扬佛法 所以佛陀必须要安利 世安的 生安的 口安的 义安的 跟试验安的 用四种法 来保护 或者说是 兼顾 我们的善根 也就是说 你要 弘扬佛法 你要先放自己的善根 不受伤害 这是前提 你要把自己脚跟先站稳 所以佛陀讲出四个法 来保护自己 身口意试验 好我们看第二段 二 佛说四安乐行 即承先启后 承先者 佛以四安乐行 为末世宗 佛弟子自行化他之鬼犯 以成一佛称之音 启后者 即此四安乐行 用以开启后门至本门正宗 以成法身之妙国 即是称性启修 全修在性 因该国海 果彻因缘 前后向成 那么佛陀说四安乐行 不完全只是保护你的善根 它还有怎么样 成先启后的作用 成先 就是前面的机门 把前面的机门 把它加强 加强我们的 一佛正的因地 这是成先 启后 就是开启后面的本门 开尽显眼的本门 以成就未来 法身的妙国 所以这个 安乐 成就因地 也是从安乐 成就果地的法身 所以 称性启修 全修在性 不管是 因地的 称性启修 或者果地的 全修在性 对法父来说 想办法 在你修行 红法的共振 保持安乐 是关键 它是通因通果的 应该国海 果真一眼 前后相成 没有安乐 就没有长久的 菩萨道 是这个意思 看第三 三 本门所说 四安乐行 一一介宜 指 观 慈悲 之妙行 称大乘 界定会 之三学 以此而导征 身口二业 导征 异业 导征 誓愿 如大乱云 因明止行 果明断德 因明观行 果明智德 因明慈悲行 果明恩德 因明三业 果明三密 事故初心 欲修原行 入着红经 围着缩脑 自行不利 义无化功 佛为世人 是四安乐行也 这个四安乐行 其实它有 这个身口一四业 其实它真正的修法 只有三个 一个是止行 一个是观行 一个是慈悲行 慈 就是你要有方法 调伏你自己 就是外经 刺激你的时候 你怎么样能够 把你自己的烦恼 调破下来 这个是讲到 慈悸跟修定 关系呢 就是你要办法 引导你自己 但这个引导 这个观呢 跟我们理观不一样 对 我们在讲理观的时候 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观 那是一心三观的 其功其甲其重 这里的观呢 是属于对峙观 对峙观呢 就是说 有可能修空 修空观 修空观呢 它的引导到 清静性 有些地方 是在修假观 特别是 口安乐跟义安乐 修假观 引导到 菩提宴 生安乐的修空观呢 是引导到清静性 所以这个 这个观呢 是指 空假恶观的 一种引导 第三个是慈悲 慈悲的事业 那么 也就是说呢 得以成就大乘的 戒定会 这个戒定是 止行 调服 会呢 是观行 是引导 那么我们就是用 止观跟慈悲三法 首先调整 我们的身口恶业 接着调整异业 最后端正我们的菩提宴 就是整个修行 自安乐行 虽然是 他的所言尽有 身口意试验 其实他的方法 就是止观跟慈悲 三种 那么为什么用这样的 来用止观跟慈悲 因为 止 最后成就断德 观 成就智德 慈悲就中恩德 整个佛陀的三德 断德 智德 恩德 都成就了 那么一名 身口意三叶 最后转成佛陀的 三密的妙用 所以初心菩萨 想要修 严教的 一佛阵的妙行 甚至要入 五卓二世红经 那么为外在的 五卓二世的众生 所干扰 自行不利 一无化工 所以佛陀讲 施安乐行 来保护他自己 这个是讲到 防卫菩萨的 赐利利他 要以安乐为本 好我们看讲译 讲译这个 两百三十六面 我们看第五的 安乐行品 分两段 先看第一段 故意的文书提问 看经文 那么二十 佛陀讲完 倩持品以后 文书势力菩萨 就仰藏佛丽 就白告佛眼 说世尊 前面的 法山菩萨 发现在佛陀灭度以后 弘扬法华经 胜为难得 为什么呢 因为心中 依止 尽顺佛顾 发大事业 所以他能够在 二世当中 不止读说是法华经 那么世尊 如果是一个 凡卫的菩萨 那么发现在 佛陀灭度以后的 五卓二世 他要怎么样来 红传法华经 呢 有没有什么 具体的方法 法山菩萨 跟凡卫的菩萨 遇到逆境 最大的差别 法山菩萨的内心 没有反倒业力 所以他没有 所谓的内忧 他只有外患 那么凡夫就复杂 凡夫他本身就有问题 就我们凡夫本身 你就算你不会 弘扬火火 我们本身就有内忧 再加上外患 那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显摘性的弘火 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内心 本来就有地雷 外境再一刺激一下 就不得了 所以 法山菩萨 对于逆境的安准 不都很简单 只要两个理由 第一个 尽顺佛顾 第二个 发大事业 他任何的坎 就迈过去了 但是凡夫就没那么简单了 凡夫不能够 无差别的面对所有经营 他必须怎么样 显摘性的 修世安乐 我们看怎么显摘 看物恶的如来垂达 如来垂达当中 有三段几亿的 总标沾门 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讲出 防卫菩萨在五座恶事当中 要安住 身口意试验 四个法门 先把这个法门标出来 看几二的 详识方法 详识方法当中 有四段 身口意试验 四种安乐性 有四段 那么在身安乐当中 要分成长行 长行当中分两段 仁义的总标 看经文 医者安住菩萨行处 及亲近处 能为众生 眼说是经 那么这个地方 整个身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 其实都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叫做行处 第二个叫亲近处 这个行处 是震恨 亲近处 是个祝恨 什么叫行处呢 欧毅大师解释 一理列说 它是一种理官 理官 就是我们讲的 观一念心性 极空极甲极中 所以这个行的意思 就是安住 一个人安住一念心性 你对外境的攀岩执着 自然会降低 我们只有在不安住的状态 我们心才容易被干扰 变成脆弱 一个人安住的时候 你本身的内心相对坚固 所以首先你要安住一念心性 观极空极甲极中 这个安住理官的智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亲近处 安住是目标 那怎么安住呢 你说我平常没有事的时候 在佛堂当中 把冷气打开 打坐 当然容易安住 但是你面对众生的诽谤 别人的刺激 你必须要怎么样 除了安住的目标 必须有安住的方法 要怎么安住 遇到我如果不安住的时候 怎么办呢 所以它必须怎么样 有一些祝恨 祝恨呢 叫做富士广说 有讲到事修的方法 就是 当我进入不安住的状态的时候 我怎么让你把它调整 让我自己趋向安住 所以行处是修学的目标 目标就是安住 安忍不动 那么亲近处就是趋向安住的方法 一个是目标 一个是方法 一个过程 那么你能够把这个行处跟亲近处掌握了 能为众生演说事情 我们看经文的意思 其实佛陀把大部分的重点放在亲近处 就是世修 因为佛陀知道我们凡夫 理官薄落 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安住 大部分 那么一道禁言 那更不安住 所以佛陀是把它做一个 很明确地告诉你 第一个怎么做 第二个怎么做 这件事不能做 这件事可以做 它必须有一个四项的遵循 那么这个世安乐行 这个佛陀是有四 我讲四句话 希望大家把它背起来 背起来以后 你对整个 我们到正文的时候 身口意试验的时候 你容易了解 佛陀是说 什么叫生安乐 正会离着安乐行 正会 有一种正确的官会 使利利 我们离开相状的执着 正会离着安乐行 这是生安乐行 什么叫口安乐行呢 无亲战悔安乐行 无 不要有轻慢 不要有赞叹 不要有尾巴 无亲战悔安乐行 这是口安乐行 什么是一安乐行呢 无脑平等安乐行 你面对众生的干扰 第一个你不要生气 无亲 第三个保持平等 不要伤害你的平等行 保护你的中道实相的平等 就是无脑平等安乐行 这是义安乐行 四页安乐行呢 十杯皆饮安乐行 四种安乐行 所以他后面讲得很复杂 你只要把这个四句话背下来 你就知道大概他的意思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圣安乐的圣会尼藻安乐行 看忍恶的别式 这前面是总标 这以下个别解释 什么是行处 什么是亲近处 先看行处 看经文 文书实例 云和名菩萨摩赫萨行处 若菩萨摩赫萨 住人辱地 柔和善顺 而不足报 心仪不惊 又会与法无所行 而观诸法如实下 亦不行 不分别 是名菩萨摩赫萨行处 这个行处就是安住 真如本性 安住 行处就是安住 文书实例 他就问佛陀说 佛陀就招呼了文书实例说 云和名菩萨摩赫萨行处 什么是菩萨弘扬佛法的 内心的安住处 佛陀自己回答 若菩萨摩赫萨住人入地 这是关键的 因为我们赐利也好 利他也好 第一个当然安忍不动 那么安忍不动 这个地方 他先讲外相 外相怎么修 再讲内心怎么修 我们先看外相 这个忍入地的外相是什么呢 柔和忍 柔和善顺 而不触暴 心意不清 三种相貌 就什么是忍入 第一个 柔和善顺 就是调容 不能有对立相 不触暴 不触暴 就是极静 而不撑脑 心不经不 就是安稳 而不畏惧 所以 生安乐 就是 我怎么知道你的生是安乐 你看三种相撞 你是不是调柔 极静 安稳 这三种相撞 这是夜外相 的修学 你能够在 整个自立立他的时候 表示调柔 极静 安稳 那你就是生安乐 那怎么做到呢 我们看他的内心的观照 复一法无所行 这个复一法 我说就是 观立一切法 空 而无所得 那么这样子呢 就随顺观诸法的真实相 的真实相 从一切法 无所得里面 我们就能够回复到一念心性 而安住 极空极脚极中的 空有平衡的状态 那么这当中呢 业 业不行 不分别 不行就也不执着于空性 虽然观立一切法 清静心 但是呢 又不妨碍你的菩提业 不断灭 世民菩萨摩杀行处 其实这个行处啊 就讲出你生业的目标 就是你要怎么样保持安乐呢 三个判定标准 你是不是调柔 你是不是激进 是不是安稳 那么为什么 忍入叫加一个地呢 它是要一个依止处 要依止理官智慧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如果从因缘观啊 从业感引起来 修忍入 就说你这个人伤害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要来伤害我 你会不会忍入 你会忍入 这种忍入叫做什么呢 叫做强忍 我上辈子欠你了 所以你这个忍入修得怎么样 心不甘情不远 心不甘情不远 就是说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生死的 但是我看在业力的角度 我忍受你 就这么情况 所以你这个忍入是修得 既不调柔 也不激进 也不安稳 因为你内心是很复杂 你是把它强忍下来 就是说 我这辈子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用这个言辞来伤害我 那好 说我欠你的 我这辈子还你就算 所以这样的忍入是怎么样 不调柔 不激进 不好 因为你心中有对立 所以他这个忍入是 就是说 要有大地 有理官做基础 我们看这个 什么叫以理官做基础 看 不表 第三十二面 就最后一个不表 诸法如是像 他是安住到诸法如是像 他不是修一言观 修一言观 你是不可能达到这种 中道平衡的忍入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众生的颠倒像 看讲义 以众生颠倒像 因缘有 善恶业力 颠倒声 取向分别 辗转相续 首先 你要忍入 你要对你内心的 相状 有所了解 相状是很重要的一个 传递的桥梁 就是说 诸位 你说外境 伤害你 现在有个问题 你心外的东西 怎么就跑到你内心来伤害你呢 外境 是个设法 是个执爱的东西 你的内心是一个心法 这个是心法和设法 这两个是有界限的 它怎么跑到你内心来伤害你呢 哦 原来它有一个相状 就是 我们去取这个相 就是说 首先 第一个 出现的是一个阴言的相状 第二个 产生一种 分别的相状 我们先讲阴言相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 它讲一句话 这是一个很多文字的组合 它讲这句话 你为什么痛苦呢 从出法应言生的角度 就是你跟它有业力 如果你跟它没有业力 它讲什么话你都不会痛苦 要把你 你怎么说出法应言生呢 如果这句话本身 它就能够让所有人痛苦 那这句话就有自信 那就不是出法应言生了 但事实上不然嘛 你跟他 他讲这句话 四个人听到 三个人都没有痛苦 只有一个人痛苦 那表示你有问题了 这个相状跑到你内心的时候 你有不安的感觉 很简单 业力 第一个 你跟他过去 一定有某种业力 某种程度就是 你对他有业力 所以他现在反弹回来 第一个 因言相状 那这个还不可怕 因为这是第一个感受嘛 第二个 你又把这个相状 取过来 加以想象分别 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更加复杂了 就不是单纯的过去的业力 还加上你今生的妄想 那么你经过你这么想象 那么这个事情就牵涉到很多事情了 你跟想到过去 想到未来 然后在这句话里面 不断的取向分别 然后呢 然后你跟他的因言就 又会产生另外一个业力 因为你一定会反弃嘛 那么这个业力到来生的时候 又会产生一个妄想 所以就堕入了一种 生命的恶性循环 就其实人生是无解的 说实在 诸位 如果人生啊 你不学佛就顺其自然 人生无解 无解 为什么无解 我告诉你啊 第一个 你前生有业力才来 然后呢 你又没有好好的面对 然后你又用群绪面对业力 好 把这个业力扩大了 扩大以后来生业力更重 所以 按照正常的发展 善因言会越来越好 恶因言越来越糟 如果顺其自然 过去啊 有一个母亲啊 生了两个儿子 那么 起床好快到的时候啊 这个母亲啊 就先到大儿子的疗房去看她用功的情况 她一看哎哟 这大儿子打瞌睡 手上拿一本书 她就很生气啊 这个儿子实在是 懈怠 那么接着她又到了小儿子的房间去 看小儿子 你是打瞌睡 哪一本书 哎高兴 这个人是精进 然后这个 父亲回来 父亲说 今天两个儿子用功情况怎么样 这个母亲说 这个大儿子实在是懈怠 没有三个 怎么说呢 你看 她拿到书本就打瞌睡 她可能平常不见得打瞌睡 因为拿到书本就打瞌睡 那小儿子呢 小儿子非常好 她打瞌睡的时候 还不肯放下书本 也多好 是吧 连打瞌睡都不忍心把书本放下 诸位 相同的相状 但是进入到母亲的心中 产生不同的震荡 你看 明显嘛 我们做法一言三 这跟大儿子过去再结善眼 结恶眼 那么结恶眼以后 这个相状以后 经过它的分别就扩大了 她开始用身口音去把这个业力扩大了 她跟她的小儿子就是结善眼了 她所有的经文进入的心中 她做美好的解读嘛 这就是感受的问题 诸位 我们太相信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们让业力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诸位 业力本来是个阿赖因斯 是个种子味 它怎么是谁把它唤醒 就是我们把外来的线造 引到我们内心里面 就唤醒我们过去的业力 然后再把这个业力加以分别 然后又储存到心中 让业力更加的强大 所以它的可怕就在这四个字 叫做辗转相许 人生无解 比如说你们母子关系 我来调停调停 没办法调停 没办法调停 无解 因为各打各的妄想 就是说 如果人生只有业力 那很简单 我进这环里就算了 如果人生只有妄想 那各打各的妄想 你也跟我 你也不理我 我也不理 那也就算了 最可怕的就是业力跟妄想 合在一起了 那后我只有四个字 叫转转相许 那怎么办呢 那佛教怎么处理呢 我们看佛法怎么处理 看第二个 诸法如实相 看讲义 二 诸法如实相 一心真如 即空 清静本然 周遍法界 清静本体 即假 实戒诗如 粒粒非明 随缘相用 即中 万法 为事 一心 除理之道 佛法就是 遇到所有的事情 先不要管外境怎么样 因为伤害你的不是外境 它只是一个助言 你要调整你的心态 表示你进入了 颠倒下 就是说 你如果不知道病因 你就永远不可能把病治了 就是说 如果你还觉得说 是别人在伤害你 那你永远就无解了 你的人生就无解了 就是 第一个 你要安住你的心心 那么第一个呢 当然先修空观 我们从中道实相来看 遇到事情 第一个就是 先修清静心 那就是回观还照 清静本然 周遍法界 那么这个地方的清静 最关键就是 那两个是叫做本然 这是很关键 对 我们安住的清静心 不是修来 我问你 你在烦恼的时候 你在躁动的时候 你哪有清静心呢 你从表面来看 你是躁动的嘛 所以这个清静心 是你本来记住的 如果你认为 这个清静是要修来的 那你永远没有清静心 你永远没有清静心 就是说 在你烦躁脑洞的关键时刻 你怎么能够 带领你安全的过关呢 就是来自于 你本来的清静心 才能帮我救你 这个本来的清静心 既然是本来记住的 那就不随阴眼的干扰 就是你起烦恼也好 你起善恋也好 它永远就是清静 假如本然 那么当然这个关键点 就是说 遇到事情的时候 记住 先回家 就是离相 就是 你已经变成是 不清静了 因为你捉了很多相状 所以你先怎么样 从相状里面 就回光反照 你的本来面目 这是第一点 你把相状拿掉 你的分别心就没有了 你分别心没有了 你就恢复到 你的相对清静心 这是第一个 所以 不需要去任何理由 你就把你内心 回到清静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再重新出法 再重新面对 用菩提宴 就 讲到 使法 既实如是 利利分明 再讲到 既讲 你要怎么用 菩提宴 去面对它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佛法是 先否定 再承担 先把这个相状 你要知道这个相状 就是业力跟妄想的结合 这个相状要放弃 最后呢 再重新面对 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不是只是 修忍入 对 那是陈佛知道 就是说 它本来是一个逆境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善用的时候 反而让你的内心 更加的靠近真主 就是 透过离象 亲近 最后再 发起伏地业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关键就是 先回家 再出发 这个叫 住人入地 这个大地 就是你的一念心 就是大地 以真主本性 来面对 大地上的草木 不管这个草木漂亮也好 是有毒也好 是有 是一个美好的草木也好 反正就是从大地的角度 来面对所有的颠倒下 这个叫做 住人入地 好 那么我们先讲到 安住的问题 那么有关调幅跟引导 这个世修 我们下一谈课再说明 向下闻茶 不再来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